龙掠夺他做媳妇只为生宰宰 却不知对方是十年前救了他的小女孩 他是世间唯一拥有治愈能力的圣女 在离家出走的路上 遇见了一条身受重伤的龙 被继母折磨十年的他 不忍心见死不救 大胆走上前查看 龙瞬间睁开了双眸 警告他不要靠近 小手指了指受伤的翅膀 要不要我帮你疗伤 可龙生气地朝他露出凶猛的疗牙 他反而没有害怕 极力安抚龙的情绪 别担心 我会治好你的 双手搭在龙的翅膀处 释放出强大的治愈能力 龙感受到没有刚才那么痛 伤口也正在慢慢愈合 可他因为消耗所有能力而晕倒了 龙袋愣看了他片刻 然后向空中扬起了脑袋 随着龙庞大的身躯消失 变成了一个身穿铠甲十八块腹肌的男人 但他错过了 男人注视着晕倒的女孩 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 迷糊中他感觉到有人在说话 还温柔抱起了他 可他最终又被送回了家 成年后继母打算把他卖给老国王做妾 将他一头漆黑的头发染成金色 因为用劣质的染发膏 所以导致他满脸红斑 侍女拼命用粉饼将其遮盖住 金发的路西娜明明美的发光 继母却说他瞅得没眼看 担心国王不满意了怎么办 儿子跳出来让母亲不必担心 我准备了珍贵的珠宝当嫁妆 反正是从粉里挖出来的 肯定没人知道 可他们却不知 刨了龙的祖仙坟就要大火临头了 就在这时他家的房顶被掀飞了 路西娜赶紧去查看情况 不料外面都成了恐怖的炼狱火场 好多好多的龙在到处喷火 人们慌乱地四处逃窜 城门瞬间被捅了个窟窿 为首的是一个头戴面具的男人 怎料和他对上眼 路西娜吓得蹲下身躲避 因此错过了面具下的那张帅脸 胆敢侮辱塔亚龙族的祖先 一个都不放过 命运一下 龙仔们更加卖力地喷火 继母害怕地赶紧举白气投降 等等 我有一个尊贵漂亮的女儿 那可是每到连国王都要娶她 送给你们怎么样 男人听后似乎很感兴趣 因为他得知老国王和塔亚尔大王是对比 你女儿现在在哪里 而路西娜正在奋力爬下百米城堡 他要趁这个机会逃出去 这时突然听到翅膀煽动的声音 刚抬头往上看 便被两只巨爪给抓住了 巨龙把他带到大王的面前放下 男人看清楚他的样貌后 不禁吃笑一声 看起来也没有多漂亮 估计是那老国王审美比较特殊 喜欢丑女 可他的眼睛就像夜空上的星星一样闪耀 瞬间想起了十年前救了他的小女孩 也是一样长着这样的眼睛 而这个女人却是一头金发 因此断定他不是恩人 您对我的女儿还满意吗 再给我多几天时间 我一定把他打扮得更加漂亮送给大王 突然一把长毛抵在他紧箔上 男人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成为他的伴侣 要么和这座城堡的人一起消失 可他不想死 最终答应和他结婚 男人突然凑近询问他的名字 而犹豫了片刻才告知他 露西娜在不里恩语中是代表月亮的意思 名字很适合你 我会好好珍惜你的 说完当场宣布要在这里举办婚礼 找了个司机当他们的证婚人 婚礼结束后 让他去通知老国王 他的新娘被敌方哈坎带走了 如果老国王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会被气得吐血 司机哆哆嗦嗦为两人宣誓 哈坎见婚礼氛围实在惨淡 分数人去采点也花回来 他将采来的花地给了露西娜 虽然场地不行 仪式感总要有吧 他连忙哆嗦伸手接过花束 看起来比刚才好多了 那就开始吧 磕磕巴巴对着两位新人 说完了证婚词 接下来新郎请亲吻新娘 听此露西娜抖成了筛糠子 他看了一眼旁边被吓到的小兔子 弯下腰搂住新娘 只是呆愣愣看着她 闭上眼睛 然后缓慢贴了上去 男人似乎是舍不得放开 谁知下一秒露西娜晕了过去 他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抱起了昏睡中的新娘上了马 看在他们是媳妇的至亲 暂且就留一命吧 说完就带着露西娜离去 等她惊醒后 发现自己正在马车上 属下连忙把这个喜讯告诉自家大王 可是和新婚丈夫对视的那一刻 她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哈坎为了照顾她 命令停下原地安盈扎仔 来到露西娜的马车外 关心她身体有没有好些 好 好多了 伸出手要带她去吃点东西 然而她表示不饿 待在马车上就好 不料肚子咕噜噜声出卖了她 打脸来得太快不禁羞红了脸 惹得男人忍不住开怀大笑 哪怕出去烤烤火也行 给了个台阶下路她不再扭捏 牵着哈坎的手下了马车 前走手下后 邀请媳妇去自己营帐里面坐坐 刚坐下就把自己男人喂的披风脱下来 贴心地给媳妇披上以免着凉 露西娜感觉心里暖暖了 哈坎递给她一块香喷喷的面包 在男爵家吃的都是发嗦发霉的食物 她不禁贪婪瞬息着面包的香气 然而这行为在哈坎眼里 担心食物被下毒了 见男人脸色不对 她连忙把面包塞到嘴里 食物的美味冲击着她的味蕾 好吃到头发丝都起飞了 然后狼吞虎咽砍了起来 男人嘱咐她慢点吃 小心掖着 贴心给她递上一杯新鲜的养奶 在城堡里要干一整天的活才有碎面包吃 而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就能吃到美味的食物 当询问起她的年龄 鹰嘴里正在忙着 只能向她比划了两根手指 这未免也太小了 于是骂起了老国王所干的缺德事 不仅派人杀了年幼的龙 还导致她失去了唯一的哥哥 对于没能嫁给老国王做小老婆 感到可惜吗 她赶忙摇了摇头 只是没想到她不仅没哭闹 还期待问她塔亚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传闻塔亚尔是野蛮之地 但实际并不是那样 只要你去了就会知道 见她吃完 哈坎又递了一块面包给她 也许和她一起生活比在那个家里好 男人让她暂且忍忍 等回到宫殿就有像样的食物了 肚子饱饱得十分满足 吃完了让她先去休息 她转过身把自己裹住 我还是出去待着吧 她笑着说不必 咱俩可是结婚了 所以以后每天都要一起睡 听说龙族风俗是先生杂后结婚 露西娜吓得直接哭了 眼泪跟不要前世的花花直流 这眼泪直砸到男人心肩上 轻柔哄着她不要再哭了 难道嫁给我 还不如做那老国王的小老婆吗 她表示自己只是有些害怕 她瞬间理解 毕竟离开家人被迫嫁给龙族的妻子 内心肯定是恐惧不安 让她放心 并保证自己什么都不会做的 嘱咐她早点休息 而自己打算出去外面将就一晚 看到自家大王出来 询问怎么撂下新娘子 她还特意搭了帐篷 给两人度过新婚之夜呢 谁知王竟然为露西娜说话 让她对露西娜尊重些 没想到王为了她 竟赦免了城堡里的人 因为看到她 就会想起十年前救了她的小女孩 她让王多加把劲 好蛋下龙仔繁衍后四 第二天露西娜醒后 跑去河边洗脸 脸上的妆脱落后 怎料红斑更加严重了 犹豫着要不要先治疗 想起何妨的事 还是先决定别疗伤 让哈坎看到就没了兴致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她以为是哈坎 谁知一只魔爪朝她洗来 原来是继母派人要把她抓回去 她才不想回去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当注意到露西娜脸上的红斑 该不会是传染病吧 就在准备把她扔掉时 一只锋利的剑向她们洗来 哈坎很快将她们包围住 光头突然用刀挟持她 别别过来 要不然这个女人的命就没了 哈坎让露西娜闭上眼睛 她听话的连忙闭上 下一秒光头就伸手一触 她瞬间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浑身颤抖的不敢动 当听到一声露西娜 她才敢缓缓睁开 映入眼帘的是男人担忧的脸 奇怪的是她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很安心 哈坎将她抱下马 割开她手中的绳子 贴心地把衣服给她披上以免着凉 手触摸到她滚烫的额头 发现露西娜生病了 自责自己还是来晚了 对不起 你一定吓坏了 她第一次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感觉 不禁哽咽落泪 我已经没事了 哈坎吩咐手下先去给露西娜 准备篝火和热水 这一刻 她想一直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 回到帐篷里 她发现脸上的红斑更加严重了 可能是身体生病的缘故 因为之前不想合房才没有治疗红斑 可想起树林里她的体贴温柔 其实心里渐渐动摇 感觉在一起应该也不错 你不要先治疗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她的思绪 转头就看到一个小不点在跟她说话 我是树林里的精灵普卡 你就是会降雨的小矮人精灵 听此精灵撅着小嘴不满 在同类里她算最高的 她能感受到露西娜身上的治愈之力 提醒她不要被别人发现 一旦传出去 那些坏人就像蚂蚁一样把你围住 小精灵每天都跟在她身边 奇怪她话怎么这么少 谁知疗熟后 她打开了话杂子 以前我见过一条龙 用我的治愈能力把她治好了 因为哈坎的到来 小精灵赶紧躲了起来 可当看到露西娜的脸 她惊得睁大了眼眠 接下来众人都认为她得了天花 为了防止合龙合房 她没有治疗脸上的红斑 怎料被众人物认为是传染病 所有人都对她避之不及 唯独只有哈坎关心她的身体情况 图兰赶紧拉住哈坎远离 被传染会死的 她的症状和那些患病的人一样 这不是病 因为紧张她解释的磕磕巴巴 突然一把利剑怼到她面前 警告她不准靠近 就在所有人都不相信她时 只有哈坎站出来 命令图兰把剑放下 让露西娜说完刚才的话 尽管她鼓起勇气解释 但仍然说的前言不搭后语 这让她想起了二十 只要为自己辩解 就会惨遭继母的毒打 所以才造成她一紧张说话 就磕巴的毛衣 反正也没人愿意听 她放弃了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众人恼怒着扬言 绝不能放过她 这样下去自己肯定会没命的 刚想用治愈之力把红斑治好 却想到了小精灵的提醒 绝对不能使用胜利 要不然遭到那些坏人的际遇 就在犹豫不绝时 露西娜别着急 冷静下来慢慢说 直到我听懂为止 并告诉图兰那不是传染病 传染病患者会因呕吐影响食欲 而露西娜食欲却很好 一口气还吃了十个面包 那倒也是啊 哈坎从她东拼西凑的语句里总结出来 你说是老国王喜欢金发 夫人用硫磺制成的染发剂 把你的头发染成金色 对对 是的 因为染发剂有毒性 导致你过敏起红斑 而她的头皮和额头过敏的最为严重 如果露西娜感染的是那种病 我和她接过吻 是不是把我也给烧掉 你就别逗我吗 我相信她不是那种病 哈坎是第一个这么认真听她讲话的人 此刻心里感到暖暖了 可就在这时 查出来绑架露西娜的幕后黑手是谁 原来是男爵夫人想要找回女儿 哈坎脸色一沉 准备要去教学他们 谁知被露西娜给拦住 原来她担心无辜的居民受牵连 哈坎没想到她首先关心的是别人 而不是自己的家人 她心里咯噔一声 如果让她知道自己是私生女 肯定会把她送回男爵家 于是请求她不要伤害自己的家人 哈坎心疼她还在病中 温柔将她抱了起来 如果我饶了你的家人 你会为我做什么 听此她呆愣住 表示无论是什么要求 她都会去做 可看到这双明亮的眼睛 就会想起十年前救了她的小女孩 反而没办法胡来 但还是忍不住逗她 刚才你答应的事都是真的 她心里只觉得不妙 那就接个吻吧 听到这么荒谬的要求 她瞬间傻眼 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也不能后脸皮收回 看着对方期待的眼神 心脏不禁扑通直跳 眼睛一闭 不管三七二十三凑了上去 尝到甜头的男人满足抱着脸色红润的她 随后向手下传令 他们要是在感动我的新娘 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等露西娜吃下退烧药 为了让她安心休息 哈坎却把帐篷让给她 而自己却独自去外面站岗 看着对方欢乐哼着小曲走出去 疑惑是不是刚才的贴贴让她心情愉悦 可自己脸上现在长满了丑陋的红斑 这一整晚哈坎都在寸步步离照顾她 所以第二天得以顺利退烧 便立刻启动马车赶路 很快到达富饶美丽的达塔亚尔王宫 表面凶狠的龙 面对媳妇时却是个温柔纯情的男人 只是没想到会遭遇情敌的挑衅 露西娜刚下马车 不料脸上的红斑 顿时引起众人的议论纷纷 大家都怀疑她得了病 突然一位牛头马面的人向哈坎行李 原来是神官 她好奇地看着那人 谁知神官那牛眼也在盯着她 宁静把大地气息带回来了 然后手上沾了点水 见到这丑脸都能把隔壁小孩给缠哭 露西娜也被吓猛了 急忙躲到哈坎的身后 男人宠溺抚摸着她的头解释 这是在净化外来人身上的恶欲 并不是在害你 所以不用害怕 听此她才放下戒备 只听神官念起鸟语般的咒语 玛丽玛丽哄 瞬间圣水扑了她满脸 感觉脸上的疹子消下去了一点 净化仪式很快结束 哈坎带着露西娜来到宫殿 大王 突然一个女人朝他们飞扑过来 还紧紧抱住了哈坎 在她怀中梨花带雨的模样 那群可恶的暴墓人都见到您的威严了吧 我真为您感到骄傲 露西娜觉得对方实在很漂亮 哈坎推开了女人 客套了两句话 然而她却不打算放过露西娜 她是战利品吗 布里恩的女人都长得这么丑 她刚想反驳 男人突然搂住她的肩膀 她是我带回来的伴侣 听此她脸色十分难看 当场宣布如果露西娜怀了她的宰宰 那就是王妃了 大王你是真心的吗 您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上有硫磺龙吗 怎料哈坎却一脸紧张 首先询问她的身体情况 原来是染色剂正在褪色 哈坎发现她原本的头发净是银色 但是她却不依不饶 表示自己承担的义务 她能不能承受得了 她不明白什么义务 本以为一胎蛋下九十九只龙仔 就能当上王妃 谁知半路杀出来一位嫂子 当着她的面 明目张胆扑进她丈夫怀里 还一副嚣张挑衅看向露西娜 不过好在龙王当场向她宣布 这是我的伴侣 也是未来卡塔尔的王妃 她顿时体验到啪啪打脸的滋味 一脸的不可置信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嘲笑露西娜娇弱的小身板 根本无法承担夫妻义务 而自己却与众不同 作为曾经的先王妃 面对身强力壮的小叔子 当然不在话下 哈坎招揽小侍女提提 让她以后专心服侍露西娜 她出来乍到对这里一切充满好奇 提提也是有问必答 这才明白加雷克所说的义务 就是生仔仔 只有诞下九十九只龙仔 才能正式成为王妃 自接触到圣水后 不禁染发迹褪色 就连脸上的红斑也消下去些 于是迫不及待吩咐小侍女 是只会说话的鸟 还是只碎嘴山雀 原本可爱的鸟 怎料眨眼间变成白发小精灵 原来是普卡变的山雀 小精灵担忧露西娜 才一路偷偷跟随 当看到她听了自己的忠告 没有使用治愈之力 这才放下心来 她向小家伙倾诉 比起在卡塔尔生活 她更加喜欢这里 哈坎是世上唯一对她最好的人 你不害怕给她生仔子 刚开始是有点害怕 但现在她已经克服了心理障碍 没过多久提提很快回来 并禀报王同意她使用圣水 请跟我来这边 与此同时 手下向哈坎带来消息 原来十年前 屠龙者来屠杀他们的幼龙 而哥哥为了保护众人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因此他带着愤怒前去复仇 拿料追击过程中 被退了剧毒的黑剑射中 命在旦夕之际 被一位黑发小女孩给救了 如果不是因为她 自己根本无法活着回来 当时只注意到 对方脸上不仅红肿 穿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 应该是平民的女儿 心中怀疑的种子已然种下 立马吩咐手下去 查探路希娜的身份 打听一下到底 是不是男爵的亲生女儿 作为贵族千金 看出她和家人的亲情很疏离 刚吩咐完所有事项 她迫不及待要去 泡个叔父的温泉浴 听此她预言又只想说 路希娜也在那里 最后想想连忙打住 决定给大王添加些 从未体验过的惊喜 这边女孩在圣水的洗礼下 退去乌黑的金发 露出原本漆黑飘逸的银发 她浮出水面 叔父哈出一口气 不仅将劣质的染发剂清洗干净 就连脸上的红斑也不见踪影 而且皮肤还比之前更加Q弹娇嫩 谁知就在此时听到脚步声 没料到来人精神哈侃 她吓得立马捂住嘴巴 眼睁睁看着男人缓缓下入水中 见状慌乱的不知所措 怎么办 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她只是泡个澡精意外撞见龙王 看着对方步入水中 她吓得捂住眼睛 怎料男人犀利的眼神已经发现她 疑惑这里怎么藏匿着一个女人 误以为是图兰 为了让她赶紧延绵子嗣 从哪里带回来的小妖精 她气得大步朝那女人走去 而露西娜心下地提到嗓子眼 自己现在可是真空 眼看对方步步紧逼 她毫不犹豫沉入水中 企图能蒙混过去 哈坎看到她滑稽的狗袍式逃跑的女人 更加气了 竟然无视她的威严 很快一把将她抓住 谁知重心不稳 二人同时跌倒 刚想好好教训她一顿 可见着对方的长相 瞬间愣住 这么漂亮的女人是谁 一头乌黑的银发 还有一双月光般闪烁的眼眸很熟悉 一刹内间认出她是露西娜 她原本的发色竟是银色 金发退去后 和十年前就她的小女孩十分相似 但很快又否定这个想法 而她看见哈坎严肃的神情 竟突然下跪 不断哀求她不要打自己 女孩那颤抖的模样 任谁看了都十分心疼 哈坎担心蹲下贴心给她披上衣服 在我的王宫里 谁敢对本王的伴侣动手呢 确定她真的不会打自己 这才松了口气 她的侍女只是请求使用圣水 没想到她会直接沐浴 刚刚把她吓得够呛 安抚摸了摸她的头 并轻柔抹去她眼角的泪痕 你以后就是这个王宫的女主人 不要再对我卑躬屈膝 由此可见 确定露西娜不是十年前的小女孩 她的胆子非常大 即使看见龙也不带怕的 最主要的是露西娜没有治愈之力 见二人之间挨得太近 她害羞想逃跑 她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下一秒便把她给抓回来 你好像还没洗完 她连忙否认 不等我一起 随后将她抱起 她还傻乎乎询问对方去哪里 得知是寝宫 感觉自己这次结束难逃 虽有些为难 但并没有拒绝 不过哈坎给了她充分的时间好好准备 提提真心为她打到开心 可两个脚屎棍却给露西娜制造恐惧 嘲笑她小身板一定会承受不住 而提提却一个劲给她加油打气 相信她一定会顺利弹下龙子 胆忙护着主子远离这些女人的茶堵 可她却听进了心里 难道哈坎会打人 经过一番打扮 露西娜美得发光 而男人却看呆了 迫不及待招呼她过来 爱不释手欣赏她一头乌黑的银发 这么漂亮的头发竟然被劣质的染料给藏住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别人的赞美 我可以亲一吗 男人凑近对她耳语 她愣了三秒 疯狂摇晃着小脑袋 剑刺可爱模样 她不禁勾起唇角 随后落下轻轻一处 哈坎恳求她今晚不要逃跑 留下陪她 男人强壮的臂膀抱起她 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心脏不禁扑通直跳 回想起刚刚那两女人的话 担忧自己要是被揍的话 小命估计难保 所以害怕地抖成筛汤子 见状男人没有再进一步 不明白她怎么了 难道是生气了 哈坎解释自己并没有生气 认真询问她是不是想回贝尔格娘家 不想回去 我现在是你的伴侣 向她承诺一定会诞下龙仔 成为卡塔尔的王妃 最后表示在路西娜没做好准备前 绝不会何妨 自那天后 她成为全帝国的笑柄 尽管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言论 她并没有在意 然而无意中听到哈坎的传闻 令她十分震惊 大王果然还是要和加雷特殿下结婚 毕竟在卡塔尔兄死去嫂子是很常见的 自那天后 路西娜总是闷闷不乐 就在此时提提禀报哈坎回宫 她迫不及待要找她询问清楚 谁知路上竟遇见雷加特 头发颜色变了 差点没认出来 在得知路西娜初夜被网冷落 别提有多嚣张 竟当面嘲笑她个小身板撑不了多久 还不如趁现在逃跑 可她不明白对方话中意思 见状幸灾乐祸告诉她事实 卡塔尔王公是女人的坟墓 能够承受龙的气韵活下去的人少之又少 就在这时哈坎出现打断 黑姐热情上前搭讪 怎料被男人直接无视 眼里只有一旁的小妻子 路西娜到这边来 圣女诞下九只龙仔就会死 可她非但不害怕 还一脸期待 在龙族无论是谁诞下龙仔 一定会成为王妃 但普通女人根本承受不起龙的气韵 所以她和路西娜一直迟迟没有合房 这边是最心爱之缘 另一边却是龙族的延续 自哥哥牺牲后 守护龙族血脉的重弹压在她身上 族人们总是极力撮合她和嫂嫂 可现在她十分确定自己不喜欢加雷克 经不住图然的天天催促 反问了她 深夜带着二锅头潜入路西娜房间 她惊讶哈坎地到来 没忍住来了个法师贴贴 意外的是这次她没有再害怕 还热烈回应她 可却在紧要关头停了下来 你真的做好为卡塔尔牺牲的准备了吗 虽不太清楚 但更加令她在意的是这个问题 你觉得我可爱吗 这不明知故问吗 无论是谁 都觉得你可爱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两人的气氛逐渐盘升 就在更进一步时 谁知她满脑子都是哈坎和嫂嫂的传闻 也许她和加雷克也做过这些呢 相思猛然一把将她推开 男人顿时满脸猛逼 不解询问 她鼓起勇气说出藏在心底的疑问 你是不是喜欢加雷克 他们都说你会和她结婚 然而男人顿时沉下脸来 干嘛在意别人的话 可露西娜还继续打破杀估问到底 你暗恋过加雷克 听此眉头皱得能夹死几只蚊子 不明白两人的出词 她为什么总是提起那个女人 见哈坎没有否认 心里更加醋意横生 你说我可爱都是谎话 比起我 你果然更加喜欢她对吗 最讨厌别人把加雷克和她捆绑在一起 更何况是自己妻子不信任她 认为她不想做王妃才找的借口 甚至连人也不红了 气得直接转身走掉 她刚想解释 可人已经被气跑了 大王又把那女人丢下走了 听说是害怕的直接拒绝 听到好消息的加雷克十分高兴 大王亲自挑选的女人也不过如此 很快就对她失去兴趣 过不了多久 就转头对自己投怀送抱 顺利把王妃的位置也收入囊中 你只自信她是喜欢自己的 只不过是对兄长那该死的负罪感 才一直躲避自己 转头她就把露西娜叫来 王室宴会即将开始 可怜她没有件像样的礼服 好心送给她一套华丽礼裙 一看就没按好心 果不其然 是件白不溜秋的丧服 嘲笑她一直不愿意和大王合房 不就是想念家乡的亲人 只要穿上那件礼物 大王就会明白你的心意放你离开 情敌想让她当众出仇 送了件白不溜秋的丧服 让她参加宴会 谁知在疯婆婆的逮造下 她一袭雪白纱裙经验全场 看着敬前的露西娜 提提气的暴跳如雷 如果穿着这件丧服去参加宴会 大王一定会误会您埋怨她打掉族人 她心里明白 可能哈坦以后不会再来找自己 严重的话 还会把她送回家乡 就在想不出任何有用的办法 一个婆婆拎着破玩偶闯入 一进来就批评她穿的丧服丑不垃圾的 还大言不惭要帮她改造 让露西娜美美地穿去宴会经验所有人 前提是要给她好吃的 可两人根本不知她是谁 谁知接下来的操作直接让她俩傻眼 对方竟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我饿了 要吃饭饭 与此同时 加雷特正在寻找失踪的老夫人 得知她正在露西娜那捣乱 嘱咐不要将此事禀报大王 婆婆吃饱后 信守承诺开始干活 扔起剪刀胡乱挥动 每咔嚓一声 主婆二人都随之颤抖 信誓旦旦保证 只要穿了她摆造的服装 露西娜心仪的男人一定会迷上她 这边加雷特目睹房里发生的一切 十分幸灾乐祸 不幸一个疯婆子 还能把这么丑的丧妇改成花来 而露西娜穿上后 把自己误得严严实实 这是人穿的衣服吗 提提拼了老命拽下 相比之前已经好太多了 当毯子拽下的那一瞬间 露西娜美得发光 那黑色的纱裙衬衬出的身姿若蝴若现 就像披了层神秘的杀令人遐想 皇宫宴会正式开始 哈坎迟迟等不到露西娜入场 一旁的加雷特趁机离间他们的关系 直言露西娜不愿意来见大王 哈坎并没有上榜 但见不到心爱的妻子 心情有些郁闷端起杯中葡萄汁 见祖兰露西娜参加宴会的计划得逞 他兴奋解下披风 亲自为哈坎献上义务 迷之自信对方一定会被他迷住 而他就像老僧入定般 看也没看一眼 只专注于手中的葡萄汁 磕到微醺之时 回忆起哥哥迷上雷加特的场景 那个女孩就像红玫瑰般耀眼 一旦迷上至死无法挣脱 而是哥哥是他的偶像 而他崇拜哥哥的一切 想拥有他的全部 他的权利 王位甚至是妻子 曾无数次幻想登上那至高无上的位置 拥有他所有的东西 可直到一次 哥哥为救他不惜牺牲自己 临终前一直放心不下雷加特 得知哥哥真心喜欢他 心里满是负罪感 让他从此放弃了这段念想 这边露西娜好不容易感到宴会 怎料却被侍卫拦在外面 他只能把小精灵召唤来 普卡帮帮我 情敌让他穿丧服出席宴会 谁知他一袭白色礼服惊艳全场 就连洞房花竹将他抛下的龙王 也看直了眼 露西娜美的和平时判若两人 就在刚刚 他赶来参加宴会 哪料却被看门的拦下 表示不穿先王妃赏赐的衣服不得入内 提提解释这正是王妃的赏赐 只不过稍微改动了一下 看门的得知 她是个不受宠的女人 而且洞房花竹两次被大王冷漠 更加气焰嚣张一把将他们推倒 凶神恶煞让她别再厚脸皮进来 提提担心露西娜要是再不惊艳会听 大王误会了怎么办 无奈她只能把小精灵普卡召唤来 请求她帮助自己 这边哈坎等媳妇等的花快谢了 却不知媳妇被人拦在门外欺负 而阻拦露西娜的幕后之人正是加雷特 碍眼之人不在 她才有机会在大王面前表现 得意洋洋扭动着 那丑陋的舞姿 只让男人倒胃口 瞬间喷出嘴里的葡萄汁 不禁想起哥哥刚去世 加雷特就迫不及待勾引她 她直接言明拒绝 明明她爱的人是哥哥 可她才不管 谁是至高无上的王 她就爱谁 只要能顺利当上王妃之位就行 这一刻她嫌弃出便秘来 这才看清加雷特的为人 当初自己真是瞎了龙眼 埃玛真是头疼死了 谁知一抬头 便见着一位丑陋美丽的仙子 踏跃而来 一袭雪白沙裙 衬出若隐若现的婀娜身姿 周身萦绕着色彩斑斓的蝴蝶 这不就是自己那丑媳妇吗 美的就像从月亮里逃出来的仙女 哈坎看直了眼 就连头疼的毛病也治好了 而她一出场 就获得全场的关注 这多亏了普卡的帮忙 撒了抛屎在看门的脸上 她才有机会趁乱偷没进来 她按照平时练习给哈坎行李 那落落大方的模样 哪还有之前唯唯诺诺的样子 这还是她认识的露西娜吗 加雷特却在人群里极度的快要发疯 只能把气洒在倒霉鬼身上 男人红着脸说媳妇迟到了 提提赶忙解释 再来的路上出事担当了 碎士哈坎注意到她手上的瘀青 赶忙来到跟前查看 真是好大一块 她心疼极了 提提趁机打小报告 守卫说没穿先王妃赏赐的衣服 不得入内 她阴沉着脸看向加雷特 她顿时吓得一个机灵 在事情败露之前 赶紧找个替罪羊 一巴掌狠狠甩在守卫脸上 你小子尽敢污蔑我 明明是你阻拦大王的女人 转头就对哈坎解释只是个误会 就放过她吧 但她并不打算轻易放过 欺负露西娜的人 感动本王的半人 我看是活腻了 下一刻拔出手中利剪 只有心地善良的露西娜 向哈坎求情 表示现在自己已经没事 在这个王宫里 除了我之外 谁都不能碰你的身体 说完将媳妇报警 露西娜十分感动 心脏顿时小鹿乱撞 此时加雷特才站出来虚伪求情 谁知哈坎直接质问 不让露西娜惊艳会听 是你下的命令吧 被拆穿 她勉强挤出笑容 解释自己绝不会做那种事 看来只能请大王惩罚这一下犯上的家伙 她嘱咐露西娜堵住眼睛 闭上耳朵 接下来一剑将她送上天堂 随后抱起媳妇回房间 并吩咐众人 也来打搅她俩的好事 接下来是小夫妻的二人世界 哈坎首先向她道歉 这几天之所以没有来找她 因为两人在一起又要提到生龙仔的事 可她害怕媳妇因此而失去生命 她要是得知生仔仔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说不定会离开自己 在这样的犹豫徘徊下 始终拖着没有来解释 露西娜本来也想找她道歉 但生怕自己的笨嘴不会说 又惹了她生气 哈坎向她保证 如果她不愿意 自己绝对不会强迫她的 可露西娜表示想和她在一起 她终于解除 她抚摸着媳妇的脸庞 夸赞她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 以后不要再穿了 她不明白 因为我不想让别的男人也感到 说完二人相互含情默默对视 随后她垂谋贴了上去 察觉媳妇在抗拒 紧张地以为她不喜欢 那倒不是 我今天只想好好和你聊天 她笑着答应 觉得媳妇挥舞小泉泉的模样很可爱 然后二人面对面坐下 开始谈谈人生理想 她先给自己灌了一杯 鼓足了勇气 才开始问问题 你多大了 这男人怎么不好好回答问题 气得她又给自己灌了一杯 她提议完个小游戏 你问我答 如果不想回答就喝酒 谁知第一个就问她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 她瞬间当场实话 她举例几个类型 身材好 有钱的 温柔多情的 这些哈侃度通通符合 难道要当场直接说喜欢她 最后她选择干了这杯酒 接下来轮到露西娜 她将这个问题奉还给对方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警告她要老实回答 不可偷奸耍花 她一直想找个只爱她的女人 而不是因为权力地位 通过这样的方式 两人对对方了解了许多 现在的露西娜通过每天训练 能顺溜地与别人对话 真棒 哈侃夸赞摸了摸她的头 和之前怯懦的模样截然相反 疑惑她的性格 是不是因从小被虐待造成的 你的家人是否在儿时打过你 犹豫了片刻 她选择没有回答 本次提问无效 但是我问你才对 聪明的她用这招蒙混过去 你觉得我怎么样 喜欢你 感觉越看越喜欢 还想要和你一起白头偕老 每天晚上拥着你入眠 龙王好不容易等到和媳妇人访 谁知关键时刻 媳妇却掉了链子 梦里她抱着又大又光滑的红苹果 蛙屋一口刚想干掉她 却不知抱着的是哈侃的十八块鸡胸虎 那硬邦邦咸咸的 差点磕掉她的牙 意识到自己所干的好事 惊恐往后挪了几下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头也好痛 瞬间回想起 昨晚和哈侃聊天喝酒来着 对方还向她表白了心意 接下来哈侃便顺理成章拥住她 刚想再进一步时 怎料她却在男人怀里睡得哈娃子直流 她温柔给熟睡中的路西娜盖上被子 望着寻找热源钻进怀里的小猫 露出既无奈又宠溺的笑容 最后只在她额头映下一吻相拥而眠 不等哈侃醒来 她着急忙慌赶紧跑路 TT和图兰一直守在门外 她担忧路西娜这么久没出来 不会是出事了吧 图兰一听赶紧打断 这时路西娜亮亮呛呛走出来 二人立马飞扑过去迎接 您没事吧 TT别喊那么大声 我实在太痛了 听此她更加紧张 询问哪里痛 怎么个痛法 又酸又痛 都走不了路了 那就是次数太多了 谁知这两人却想歪了 单纯的她以为指的是葡萄酒 确实是很多次 三次 还是四次来着 二人听此更是激动暴作一团 这么多次 竟然活下来了 露西娜大人可真厉害 龙族终于有救了 得好好侍奉为龙族带来繁荣的夫人 请小心台阶 这边雷加特得知 露西娜在大王寝宫待了一整夜 气得嘴都歪了 而哈坎醒后 美滋滋哼着歌 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一看就像沉浸在恋爱中的男人 自恋看着镜中那完美的十八块腹肌 和图兰炫耀 露西娜夸我不仅身材好还长得帅 对了 昨晚她可真是太厉害了 不仅像月亮女神一样丑陋美丽 还像战士一样勇猛 她高兴地留下两行泪 大王真是好样的 询问起媳妇去了哪 被TT带去泡温泉了 要不大王宁也一起 顺带缓解一下昨晚的疲劳 听此她刷一下脸红啊 装作一本正经模样 好吧 我要去把昨晚没说完的话说了 哈坎娇羞地来到浴池 盯着眼前白花花的一片 就是不见她的媳妇 环顾四周后 发现媳妇早已经洗完 心里有点小遗憾来得太晚 露西娜发现哈坎的到来 露出甜甜的笑容 像只小喜鹊欢快飞扑到男人跟前 宠溺摸了摸她的头 发现媳妇头发湿漉漉 自告奋勇要帮她擦干 TT赶忙地上毛巾 十分拾去不做夫妻俩的电灯泡 恭敬退到外面去 坐下后 立马招呼媳妇过来 啊我坐哪呀 根本没有多余的椅子 坐我腿上不就行了 龙王邀请她过来坐自己腿上 听此她显然愣 但还是红着脸老实走了过去 只见她紧闭眼睛 一屁股坐下 见状男人询问她是不是不喜欢 那倒不是 听到满意的答案 她轻柔给露西娜擦着施法 关心媳妇昨晚喝多了难不难受 用圣水泡过后好多了 面对刚出水芙蓉般娇羞的媳妇 控制不住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只要一刻看不见你 就会想你想得要发疯 每时每刻都想和你在一起 听此她心脏控制不住疯狂跳动 露西娜能感受到哈坎的真实情意 说完二人相互含情默默注视着对方 气氛也逐渐攀升 下一秒她主动贴上对方的唇 我也是 经常在想你 听到媳妇的回答 她开心勾起嘴角 但同时又忧心忡忡 她明明是被自己强迫带到这陌生的地方 这么快就把真心托付给她 是因为以前过得太苦了吗 她心疼露西娜儿时的遭遇 所以打算今晚对她坦白 但下龙仔可能她会失去生命 哈坎见提提客中指手 把露西娜照顾得很周到 便奖赏了一块金疙瘩给她 接下来向众人宣布 今晚要在请便和露西娜共进晚餐 以后每天都是如此 牵起媳妇的手 在她手背印下一吻 我们今晚见 回到寝宫 提提抱着赏赐的金蛋开心道起飞 终于能给弟弟妹妹交上学费了 有了昨晚的经验 她相信露西娜会做得很好 更加发愤图强 把她打扮了美美的 这时窗外飞进来一只白色鸟 是精灵普卡 为了答谢她宴会的帮助 送了带花生壳给她吃 一人一鸟开始毫无障碍聊几天 而雷加特得知露西娜今晚和哈坎在一起 气得要发疯 思索着要用什么办法阻止她 于是叫来了的男人 到了晚饭时间 哈坎苦恼着一会该怎么向媳妇坦白 谁知就在此时 露西娜一席黑衣出现 小夫妻六百年好不容易圆放一次 怎料被情敌设计百般阻挠 露西娜一席黑衣华丽装扮出现 美得让哈坎看直了眼 胆忙招呼媳妇快过来坐下用餐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谁知对方二话不说直接抱住她 狠狠在她唇上揪了一把 我想你了 哈坎 男人有些惊讶这么直接的露西娜 早上不是刚见过吗 可现在是晚上啊 面对情意缠绵的她 哈坎很开心 所以打算把诞下龙仔就会死的诅咒告知她 可刚要开口 世红突然闯入 大王出大事了 原来是哈坎的母亲突然发病 守着先王的遗体不放 无奈她必须得赶过去 临走前嘱咐露西娜先休息 事情下次再说 原来这一切都是雷加特搞的鬼 怀上龙仔就会死的诅咒也是拜她所赐 他们原本是贫民窟里的一对姐姐 姐姐干活工弟弟读书 为了报答姐姐的恩情 她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骇人 从而让姐姐顺利坐上王妃之位 可不幸的是 丈夫和儿子都在战争中丧命 现在又盯上成为新王的哈坎 绝不能让露西娜弹下龙仔 可她不想再帮助姐姐继续骇人 奉劝她及时收手回头是安 谁知招来一脚背抱头 我的好弟弟 是谁卖力干活养大你 要不是我 你早就死了 就是因为帮姐姐骇人 每次施咒都反噬到自己身上 得了心脚痛的毛病 雷加特认为只是她推脱的借口 并没有在意 只想让她赶快除掉露西娜 刚施完咒 她感到心脏剧烈般疼痛难忍 承受不住晕了过去 露西娜在回宫的路上 刚好遇见昏迷倒地的吉拉 发现她心脏骤停 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失去生命 苦恼的是 自己拥有治愈之力不能被别人知道 不管了 先救人要紧 将提提顺利之走后 这才施展不为人知的治愈力 而她却陷入梦魇之中 为了保护姐姐 她犯下的所有坏事罪孽深重 这么做只是不想被姐姐抛弃 但最终要由自己承担全部的责任 突然一股柔和的力量缓解她心脏的剧痛 就像一抹神圣的月光照耀她心房 等她再次睁开眼 便看到一位乌黑白发的女孩 她不敢置信自己还活着 明明感受到心脏停止跳动快要死了 转头看向一旁的少女 是你救了我吗 她连忙否认 谎称自己只是在身旁守着她 她心里产生了怀疑 姐姐之前给的灵丹妙药都没治好 那只能是 固然紧紧抓住露西娜的手 你是不是拥有治愈之力 我曾听说布里恩的圣皇 拥有七死回生的神力 你也在使用这种能力吧 没料到她竟全部说对了 顿时惊慌失措挣脱她的前置 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守在她身边 仅此而已 她确信对方刚才使用的是治愈力 如果拥有这个人类 那以后就不用再承受心脚痛的折磨 忽佑露西娜和她一起逃走 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 她表示要留在哈坎身边成为王妃 当王妃丢了性命有什么好 只要怀上龙仔 全身被炙热的火焰灼烧 你知道死得多痛苦吗 看见女孩一脸猛逼的表情 她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哈坎竟然欺骗了你 她让一个人类女孩成为伴侣 你不觉得奇怪吗 反正也是死 你如果不能顺利弹下龙仔 死了也无所谓 早早为了阻止弟弟和弟媳元房 竟让自己的亲弟弟去勾引弟媳 吉拉得知露西娜拥有治愈之力 能缓解她心脚痛的毛病 近企图将她拐走 挑拨离间她和哈坎的关系 哈坎欺骗了你 只要你诞下龙仔就会死 她只不过在利用你就塔亚尔的女人 可露西娜并不相信她的一面之词 决定亲自去找哈坎询问清楚 而这边她的母亲突然发病 举起锋利的石头狠狠扎进她心脏 你这个祸害 不仅害死了你哥哥 还抢走她的王位 直到母亲被拉走 不堪入目的谩骂还在冲刺她的耳膜 而她一度认为 母亲是承受不了哥哥的离世裁缝的 殊不知这次发病是雷加特在背后操纵 她拒绝适从的治疗 情绪低落只想独自待着 这时露西娜找到她 刚想出声询问 发现她身上的伤口 怎怎受伤了 要要治疗伤口 因为紧张过度 她开始口齿不清说着话 可她现在没有心情陪她聊天 伤口在流血 要治疗啊 说着伸手拽住对方 哈坎一把抓住她的手 你先回去吧 我现在没空和你聊天 说完转身大步离去 露西娜情绪低落蹲在阶梯上 她察觉今天哈坎的状态很奇怪 但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前方传来男人的声音 我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 看你的样子 你们的谈话似乎并不顺利 听此她把头埋进壁弯 不要你管 遭到冷脸 她不仅没走 还后脸皮在她身边坐下 明明拥有这么强大的治愈力 还心甘情愿为利用你的男人生猴子 她恼火呵斥对方别说哈坎的坏话 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哈坎是第一个认真听我讲话的人 还夸奖我可爱 美丽 你想要的这些 我也可以为你做到 说着凑近她 脸上泛起红韵 口中说着土味情话 露西娜 你很美 很可爱 在你把我救醒的那一刻 你就是救赎我的圣女 我会永远保护你 和我在一起吧 可她听到同样的话 却没有像对哈坎那样有心动的感觉 连忙起身远离吉拉 哈坎现在还在流血 实在放心不下 要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这边的男人喝得烂醉如泥 只因母亲刺伤她的事 大家一致要把她送到活骨处心 那可是她最爱的母亲 怎么可能忍心这样做 听不尽任何话 她举荐对准图来 再不出去砍了你 当露西娜赶到时 看到哈坎倒地昏迷不省人事 额头还烧得滚烫 起码得有90度 心疼抹去男人眼角的泪水 就算她真的在利用自己 可不想再看她受伤流血 决定动用隐藏的治愈之力为她疗伤 为了拯救丈夫 圣女不再装傻子 而这也是她首次 施展隐藏的治愈力为男人疗伤 陷入昏迷的哈坎 梦见了十年前重伤坠落森林的时候 无论她怎么拼尽全力 也无法站起来 好在一个小女孩出现救了她 哈坎醒来后 发现胸口的伤劲莫名其妙痊愈了 她感到十分震惊 这时图兰带着神官赶到 惊喜发现大王的伤已经痊愈了 她带着疑惑询问众人 这才得知昨晚神官并没有为她医治 而图兰也没有用剩水给她擦拭伤口 中了黑魔剑的伤口 也不可能半天就痊愈 这难道见鬼了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释 哈坎询问一旁的守卫 昨晚还有谁来过她请殿 昨晚露西娜大人来过 那她看到的并不是梦 如果真的是露西娜治愈的 那她岂不是十年前救了自己的少女 想不通她为什么要故意隐瞒 是因为怕麻烦吗 没想到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救命恩人就在眼前 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不知不觉来到她宫殿门前 课里面传来的声音让她顿足 竟是母亲的声音 原来提提从神官内借来一本龙族的书 对于未来成为王妃的露西娜受益匪浅 如果是记载龙族的书 也许在上面能找到关于诞下龙仔就会死的诅咒 可翻了几页才发现自己是文盲 一个字也不认识 于是请教一旁的提提 这是龙族使用的古代文字 我也看不懂 就在两人犯难时 一位婆婆开门进来 天呐 这可是我写的书啊 我的薄齐就是通过这本书认字的 露西娜满眼崇拜 没想到婆婆这么厉害 看好了 我来教你 我不是说了吗 很快像你哥哥那样会识字 难道是她在做梦 母亲怎么会笑得那么慈祥 还温柔呼唤她的小名 阿蒂 我的名字叫露西娜 不叫薄齐 为什么要找叫薄齐的人 这时哈侃突然蹦出来打断她们 疑惑被监禁的母亲为何出现在这里 露西娜向她解释 阿蒂在叫她认字 是上次宴会帮助她的人 不过似乎在找人 婆婆听到哈侃的名字 似乎清醒了过来 没错 哈侃我一直在找你 我怎么能伤了你 说着泪眼婆说愧疚低下头 谁知下一刻眼神逐渐失去意识 这边雷加特得到消息 老太婆现在和大王在一起 正是动手的好机会 于是威胁弟弟吉拉伊行动 可他却不愿意再对阿达尔失黑咒术 他现在已经精神失常 这样做会导致他再也无法清醒过来 他可是反对哈侃和我再婚的人 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他 说完狠狠一脚踹向他 不想看他立刻丧命 就按我说的去做 被逼无奈的他 颤颤巍巍将一滴黑色血液滴在上面 黑魔咒立即启动 看着眼前的露西娜 他眼神失焦陷入幻境中 只见一个乌黑白发的女人 正拉宫伤害他的儿子 他顿时奋起发疯冲向露西娜 去死吧 妻子被毁了容 而下手之人竟是自己的母亲 哈侃彻底崩溃 他可以容忍母亲伤害自己 却唯独不能伤害露西娜分毫 没想到刚刚还好好的婆婆 却把露西娜当成黑发魔女 幻想对方拉估射杀他的儿子 够了保护儿子 他举起羽毛尖尖奋力冲了过去 千钧一发之际 好在被身后的哈侃给制止住 他赶忙接住倒下的媳妇 满脸担忧他的状况 可还是被划伤了脸颊 见状男人心疼极了 伤害我儿子的雕妇 我要撕了你报仇 母亲仍然止不住骂骂咧咧 他的怒火顿时涌上心头 伤害我一个还不够吗 即使昨天被他刺伤 依旧继续想做他的儿子 可现在连他最爱的人也不放过 哈侃的理智最终彻底崩断 来人把罪人押送活骨 攻击本王之罪 伤害本王伴侣之罪 都要严加处罚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哈侃受伤流泪 他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转头吩咐提提 把神官叫来给露西娜治疗 并向他沉默 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过后哈侃下达了封口令 今后将封锁罪人阿达尔的一切记录 禁止谈论他 为者言成不待 所以当吉拉伊诗咒昏迷醒来 听到侍女的谈论 意识到宫里发生了大事 便想从他们口中得到消息 他昏迷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说大王下达了封口令 然后害怕的仓促逃离 整得他一头雾水 突然一双漆黑的手拽住他一脚 我有话要问你 没想到是露西娜 于是二人寻到没人的偏僻处 你知道哈侃下令 送去火谷的女人是谁吗 他让提提去打听消息 因为下了封口令一无所获 而他压根没声响 火谷那是什么 瞬间想起什么 一时激动万分 难道哈侃把阿尔达殿下送去火谷 他不懂阿达尔是谁 只听说把阿弟送到那里 听此他犹如晴天霹雳 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所以害得阿达尔被处一伙心 不安与愧就充斥他内心 刚想告诉露西娜 怎料被突然出现的男人打断 你在对我的伴侣做什么 看见这一幕 把他黑脸都气白了一个度 二人顿时一个机灵 吉拉一结结巴巴解释 那 那个 哪料对方大步上前揪住他衣领 就像拎起小鸡仔似的 竟然对我的伴侣动手 我看你是活腻了 要是敢对他乱说 露西娜赶忙上前阻止暴怒的男人 不是你想的那样 看向一旁差点丢了小命的人 吩咐他先下去 自己要和哈侃谈话 等他恭敬退下后 询问他刚才说的胡说是什么 是指荷龙荷房就会死 为了保护塔亚尔的女人 所以掠夺我来当替死鬼 只要和龙圆房就会死 所以龙王一直不敢告诉媳妇 害怕他真的会抛下自己离开 可露西娜最终得知这个秘密 误以为哈坦为了保护塔亚尔的女人 选择掠夺他当替死鬼 他极力向露西娜解释 自己从来没想过隐瞒 可当看到媳妇哭得梨花带雨 声音煞食止住 他抽气委屈擦眼泪的模样 更是令他心疼不已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媳妇哭得这么伤心 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哄 路西娜避开他伸过来的大手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说完哭着跑出去 他连去追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远 已经习惯女人从自己身边逃离 可唯独被他拒绝 心里感到无比剧痛 路西娜是第一个对他露出灿烂笑容 愿意靠近他 给他带来温暖的人 原来自己不知不觉真的爱惨了他 路西娜一路哭着跑出来 而吉拉伊一直在外面等候他 直言被送去火谷的阿达尔殿下 是哈坎的亲生母亲 现在虽没有生命危险 但以他年老体弱的身体支撑不了多久 他得知进入火谷的办法 打算与路西娜联手救出阿达尔 将一把钥匙交给他 到时他会向守在门口的守卫施法 等他们睡着 他再趁机溜进去就行 火谷爱 路西娜鬼鬼祟祟喵喵头查探 而跟来的小精灵 得知他接下来要去劫狱救人 你疯了吗 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 竟为了见过几次面的老婆婆豁出性命 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哈坎 虽埋怨他隐瞒自己 但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陷入悔恨之中 他掏出一袋蜜枝花生 彩虹的小精灵答应帮助他 那便吉拉伊开始施法 趁手为陷入昆睡 而小精灵成功溜了进去 可越往里走 就感觉越来越热 90度的高温 很快让一人一秒汗流加倍 突然前面的怪物下他们一击灵 不过已经被吉拉伊施法陷入沉睡 他们小心翼翼从守门匠身旁走过去 很快来到火谷中央 哈坎的母亲被囚禁在笼子里 而下方则是滚烫的岩浆 他拿出钥匙打开鸟笼 和小精灵一起成功将婆婆带出来 不仅额头高烧90度 身体也失去意识 就连他的呼唤声也没反应 分数小精灵用圣水帮他降温 而他施展治愈力治疗 可知道能量快要耗尽 婆婆也没有苏醒过来 猜测可能是年迈的原因 谁知就在关键时刻 守门匠竟然苏醒了 吉拉伊交代过 中途守门匠醒的话 就代表他心痛失去意识 可以用言弄瞎他的眼睛 此时怪物朝他们错过 古卡赶紧施展魔法 用藤蔓成功缠住他的四肢 催促路西那快一点 他支撑不了多久 怎料没等掏出烟来 怪物已经迅速挣脱藤蔓 大掌扇向他们 几人像风筝一样飞了出去 只因刚才耗尽了治愈力 他感到一阵晕血 谁知这是一只巨大绿爪向他袭来 本以为这次要葬送此地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男人就像盖世英雄般降临 为了拯救媳妇 他以一己之力打败了怪物 守门将回到你的位置上去 听到大王的命名 凶狠的怪物乖乖掉头回去 男人转头斥责路西那不该为了救人 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你的母亲有个三长两短 你一定会后悔的 他突然感到意识模糊 下一秒亮枪倒下 塔侃急忙接住晕倒的媳妇 这时母亲醒了过来 却把他当成哥哥 拉一凯我一直在等 快把薄奇带走 说着把红色的王偶递给他 这里太热了 快把你弟弟带走 他顿时呆愣住 母亲明明不爱他 为什么这么关心他的安危 忽然王偶被塞入他怀中 正问看着手中的东西 回忆起儿时的场景 这是妈妈送你的礼物 给他起个名字好不好 就叫薄奇吧 这个名字 是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起的 拉一凯你在犹豫什么 这时母亲的声音打断他的回忆 妈妈会自己想办法出去的 快带着你的伴侣和弟弟出去 如果薄奇有个万一 妈妈也不想赌火了 不管发生什么 先保护好你弟弟 这一刻他才明白过来 母亲是爱他的 原来哥哥是为了遵守和母亲的约定 才不顾自己的性命 你要保护他 愧疚瞬间冲刺他内心 懊悔的泪水从他脸颊滑落 当看见儿子的眼泪 他顿时清醒过来 终于认出眼前的人是哈凯 对不起孩子 妈妈总是脑子不灵光 竟没认出自己的儿子 解开多年的误会 母子二人紧紧抱坐一团 体验着这一刻的温馨 这边加雷特得到消息 阿达尔活着从活骨出来 并且和大王解开心结 以后留在宫内养了 计划失败 他气出内伤来 露西娜的身体很快恢复 哈凯真诚地感谢他 如果不是你救了母亲 我一定会悔恨终生 直到现在每当想起 他的手还在止不住颤抖 他安抚握住男人小手 温柔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他抱紧媳妇 嘱咐他以后别再做这么危险的事 如果失去你 我也会坠入深渊的 通过此事他才明白 虽然很讨厌你隐瞒我 但还是不想让你伤心 哪怕是豁出性命 只不过想要你平安无事 听到媳妇的真情告白 男人很感动 可当听到他说要为自己生猴子 精掉上巴 你说什么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他明白产妇在生产过程中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阿达尔和加雷特 他们都平安诞下龙仔 而拥有治愈力的自己 说不定比其他人更加容易 这次他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诞下龙仔成为王妃 不顾哈坎扑口婆心地劝说 必把将男人推倒 生猛扑了上去 然后主动封住他的唇 他一把扑倒龙王 原来是为了诞下九十九只龙仔 手掌刚放上去 他就吓得脸色通红 露西娜很满意 紧接着是腰带 只是轻轻一拉 吓得他原地蹦起身 等一下 可他才不管 又再次扑了上去 而哈坎沉浸在这甜蜜的氛围中 差点就失去理智 极力忍住一把推开媳妇 不能这么冒紧 你可能会死的 露西娜告知他自己已经做好准备 但哈坎没做好失去他的准备 只因那次在火谷看见他遇险 别提心里有多害怕 我甚至都不敢想 如果失去你 我会疯掉的 求求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他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哈坎 自己拥有治愈之力 权衡之下 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但是你们需要守护龙 我不希望除了我以外 其他女人生下你的孩子 哈坎承诺以后只有他一人 但现在很担心他的身体情况 毕竟之前他晕倒了几次 单凭自己大量使用治愈力 就晕倒来看 也许自己的身体并不好 通过鬼面神官的检查 露西娜只是营养不良 没啥大病 以后充分摄入营养就能调理好 等神官走后 哈坎询问他是不是小时候过得不好 而他犹豫片刻 最终说出自己的身世 男爵夫人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他只是个私生女 但害怕他得知真相 取消他们的婚姻 所以才说了谎话 男人听了满眼心疼 一把将媳妇抱起 向他承诺 只要你不拒绝我 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 并跟他道歉 之前怕你得知龙族生育有风险的事 会离开我 所以一直闭口不提 从今天起 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再瞒着你 小两口相互坦白藏在心里的秘密 控制不住又抱着一团接吻 之前一直误解母亲不爱他 多亏了露西娜 他们才解开多年来的误会 那个把我放下来再说也可以 而男人执意要抱着媳妇 你的身子弱 不能劳累 这边哈坎的母亲醒过来 回想起之前出现在脑海里的幻影 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被暗黑咒术控制 赶快去叫哈坎过来 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他 得到母亲醒来的消息 二人立马赶到别宫 没想到母亲很快又沉睡不去 而他们晚了一步 因为加雷特赶在他们之前来了 手上还端着刚喝完药的空瓶子 告知哈坎阿达尔想要完全恢复 得需要点时间 所以想把他请去王妃宫 静一静儿媳妇地笑道 露西娜自告奋勇也想照顾阿达尔 谁知却遭到加雷特的呵斥 他照顾大王妃是塔雅尔的传统 而你现在没有名分 一点规矩都不懂 哈坎揽住媳妇的肩膀 冷脸看着加雷特 情敌当众欺负圣女 怎料哈坎霸气护气 心疼地揽住媳妇 等露西娜怀上我的孩子 就是塔雅尔的王妃 你现在理应遵守礼仪待她 她现在只能忍住 勉强挤出笑容 那是当然了 转头男人却温柔和露西娜低语 她虽极度地快要发疯 但不敢再轻举妄动 甚至连回去的路上 哈坎一直抱着她不撒手 让她十分害羞不敢面对 只因她觉得媳妇身体虚弱 不能劳累走路 好在手下来禀报 大臣们都在等着她开会议 这才放下她 恋恋不舍与她分别 谁知哈坎前脚刚走 吉拉伊趁机找过来 二人坐在阶梯上闲聊 相互关心对方的身体情况 这才得知路西娜上次 使用大量治愈力晕倒 这还是她第一次听说 神圣力有副作用 让她继续保守这个秘密 绝不能让任何人 得知她拥有治愈力 要不然那些人会朝你蜂拥而来 如果告诉哈坎 她会保护我吧 她当然会非常爱惜你 拥有治愈力 平安诞下龙仔的可能性更大 只要她成为王妃 她又要被姐姐逼着害人 所以不能让人发现她的治愈力 特别是哈坎 你不要相信她的甜言蜜语 如果让她二选一 她肯定会选择台二 可路西娜不相信她是这样的人 说不定她会把你带去战场 毕竟治愈力在战场上的作用非常大 谁知她心甘情愿和哈坎一起去 不明白她怎么那么喜欢的男人 如果路西娜第一个遇见的是她 是不是也会爱上她 你还询问她刚才怎么露出那副表情 这才意识到自己荒谬的想法 惊慌失措转移话题 哈坎说让我学习通用语言 可我不认识此 害怕被其他人知道的话 会嘲笑我是文盲 所以想找一个老师教我 这是个千载难逢接近她的机会 毛遂自荐道 要不我来教你 而提提得知这消息很开心 吉拉伊从小就精通各国语言 很羡慕路西娜能跟着她学习 她看出提提的渴望 邀请她一起加入 那太好了 吉拉伊刚回到别宫 就看到姐姐把阿达尔带回来 大王妃当然由先王妃来照顾 这是宫中的礼法 这十年来姐姐怎么突然想 静静而媳妇地笑道 因为阿达尔恢复了神志 她要把宫里有黑咒术师的事告诉哈坎 好在被她给及时制止 没想到老太婆体内产生了抗体 不过弄了重心药 专门给痴呆老人使用的镇静剂 只要吃了就会沉睡 没办法进行深入思考 她的心一下子跌入谷底 原本给阿达尔使用的黑咒术 打算换一个对象 听此她更是下的一击灵 换 换谁 当然是露西娜那个臭丫头 媳妇和别的男人贴贴 她当场捉奸 瞬间感觉自己被绿了 你们背着我到底做了什么 吉拉伊同时给露西娜和提提上课 令人意外的是 提提是学得最快的那一个 而露西娜十道题只答对一道 毕竟是第一次学习认字 已经进步很快了 提提感忙安慰失落的她 她从小精通各国语言 信誓旦旦保证露西娜两个月后学会通用语言 怎料这时她眼睛近了东西 怎么也睁不开 察觉到她敢往起身查看 别揉 会伤到眼睛 说着拽住她揉眼的手 凑近查看眼里的情况 哪料却一幕被身后的男人给撞见 以为他们在做不可描述的事 犹如晴天霹雳 气得黑脸顿时变白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眼看哈侃气势冲冲向他们走来 二人吓得不知所措 煞时想起上次哈侃揍揍她的场面 我眼里近了那 那个因为紧张 她语无伦次解释 好在有提提在一旁充当翻译官 将正确意思传达给哈侃 这滑稽的画面惊呆两位男人 乌黑小手拽住她的衣服 扑进她怀里 我一直以来喜欢的人是你 所以不要误会我和其他人的关系 听到媳妇的真情表白 她的阴蛮瞬间一扫光 宠溺抚摸她的头发 不会的东西学就行了 还找了个聪明的老师教你 做得真棒 转头询问吉拉伊能不能教好他们俩 承诺最晚一个月 他俩就学会通用语言 你虽身体虚没用 性格还阴险狡诈 但宫里最属你聪明绝顶 无人能及 所以露西娜的学习就拜托你了 听得大王像是夸人又像是骂人的话 实在令她惶恐 就连报复用力握紧她的手都不敢反抗 你再敢碰一下露西娜 就死定了 听到哈坎凶巴巴的警告 她吓得冷汗直流 而面对媳妇时她又立马变脸 仿佛两人的关系很好 当着其他男人的面 一把将她抱起 得意洋洋从吉拉伊面前走过 回到宫殿 哈坎告诉她身体的检查结果 虽然营养不足 但奇怪的是恢复力是别人的好几倍 她能撑到现在 多亏拥有治愈力 神官为你抓了恢复气息的药 两个月后正好是我的繁荣期 现在我也开始吃药静语 她好奇繁荣期是什么 原来是龙族繁育子嗣的最佳时期 那时火气格外旺盛 所以得吃药调理 到时再考虑远房 说完她起身刚要走 怎料被一只小手给拽住 静 静语要做到哪种程度 只是单纯睡觉也不行吗 她红着脸不知该怎么回答 露西娜撒娇不想独自一人睡两个月 要哈坎陪陪她 最终拗不过媳妇只能答应 可很快她为这个决定后悔 小夫妻俩第一次同床共枕 男人只是单纯的想睡觉觉 而媳妇却一点也不安分 尽情的撩拨她 不仅扑到她怀里 甚至还伸手勾勾她的手指 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当然 当然可以牵 男人忍得脸红冒了烟 而露西娜毫无察觉 握住她的手后一个劲摸来摸去 肢体的碰撞更是火上浇油 可还没完 她捏着背脚小声询问 那个亲亲也可以吧 媳妇大胆的问题令她愣住 不等她反应过来 露西娜快速凑了上来 媳妇那甜美柔软的唇 险些让她招架不住 心里默念色既是空空既是色 可她还是没能抵挡住对方的热情 沉浸在这温柔箱里 因为繁荣期的到来 她现在的欲望比平时强了好几倍 驱使她一把将露西娜摁住 看着她那月光般单纯的眼眸 最终理智战胜欲望 迅速跳下床远离她 这 这两个月 我们还是各自分房睡吧 这样对谁都好 繁荣期的火气是最旺盛时期 避免伤害到露西娜 她只能这样做 甚至连轻轻也禁止两月 什么 连这点爱好也被剥夺 那牵手手呢 那也不行 她提出抗议 难道这俩月就光看着对方的脸素折 只有那样他们才能平安度过 她才不要 轻轻牵手手都不行 那还有什么意思 看着媳妇哭得眼泪哗哗直流 爬坎于心不忍 那 你把我绑起来吧 说完一阵东翻西找 将一捆绳子递给她 把我绑起来后 在做你想做的事 露西娜给她双手缠上99圈 确认绑结石不会轻易松开 现 现在可以了吧 争得对方的同意 她这才开始为所欲为 但只要肢体触碰 她就难以忍受 不仅呼吸粗重 心跳也越来越快 露西娜刚一汗到此为止 打料男人突然挣脱绳子 立马将她给扑倒 避试到自己的失控 她赶忙原地蹦起身 给我拿铁链来 要那种连龙都无法弄断的程度 听此她忍不住 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哈坎气得冒烟 我忍得都要死了 你还笑得出来 与此同时 这边加雷特正逼迫弟弟 给哈坎施黑咒术 听神官说哈坎的繁荣期 马上到了 这期间可是相当不稳定 火气强盛的同时 人也会更加暴躁 就算用药控制 何妨时发生事故 再正常不过 到时她就可以取代 露西娜当上王妃 这是最后一次帮助姐姐 以后你可以离开王宫 去你想去的地方 这是摆脱姐姐阴霾的机会 不过她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既不会伤害到露西娜 又能让她俩分开 所以这次要改变施咒方式 这是加了我的血制成的蜡蜡 只要用了它 就算我心痛失去意识 咒术依然不会失去效果 那你之前为何不用 她附身说了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听此加雷特婉然一笑 为了拆散小夫妻俩 黑心嫂嫂与弟弟联手 在哈坎的房里做了手脚 目的是为了让她产生幻觉 彻底讨厌上露西娜 这样姐姐才能当上王妃之位 而弟弟也得到梦寐以求的女孩 侍女端着缓解繁荣期的药给哈坎 她喝下药 想着今天平息了火气 应该比昨天更能挺住 摆弄着桌上艳丽芬芳的鲜花 露西娜一定会喜欢她 却不知一旁点燃的蜡烛下了黑咒术 也就是那对姐弟搞的鬼 小精灵普卡得知昨晚哈坎为了金女 竟用铁链把自己捆成团睡觉 不经笑得人养马帆打滚 露西娜因为拥有大地气息 所以看着身子弱 如果怀上哈坎拥有火气的龙仔 气息反而稳定下来 真的吗 她兴奋起身 不过怀孕期间治愈力用于保护龙仔 暂时不能使用 得生下龙仔后才能恢复 那你怎么不早点说 气得她狠狠揍了小精灵一拳 你也没问我呀 她现在要把自己拥有治愈力的事告诉哈坎 她就不用再吃那股哈哈的药 来到她的房间 哈坎我有话要对你说 可她没发觉今天男人的异常 只要看见喜欢的人 黑咒术立马启动 粗乳一把拽住她纤细的手 她顿时感觉到手腕上传来的痛感 疑惑她怎么没了往日里的温柔 在她还没反应过来 贴上她的嘴唇 对方的行为让她颤抖到窒息 哈坎很快清醒过来 她极力忍耐不伤害露西娜 看到媳妇害怕得不自觉后退 瞬间意识到自己的异常状况 为避免伤害到她 我今天身体不是很舒服 今晚你还是在别宫睡吧 她不明白今天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做出伤害露西娜的事 难道是越接近繁荣期 火气就越旺盛难以自控 她也察觉到刚刚哈坎很奇怪 只是可惜没能把好消息告诉她 见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TT建议她去泡温泉 这样有助于睡眠 她畅快地从水里钻出来 TT坐在岸上拍手夸赞 您潜水好厉害啊 我还会游泳 你要看看吗 说完展示她那狗嚎式的扑通动 像小狗狗一样 真的好可爱 而哈坎为了冷静将火气 打算来泡泡圣水缓解 恰巧看见露西娜也在这里 媳妇那灿烂甜美的笑容 还是那么好看 即使被水浸湿 依旧美得像一幅画 就在心脏扑通乱跳时 一股黑气向她笼罩而来 原来是吉拉伊在暗地里施黑咒术 只要使用这个蜡烛 每次在喜欢的人面前 就会产生负面幻觉 刚开始是很微弱 甚至难以察觉 随着时间增长 幻影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刚刚明明是露西娜和TT 怎料却变成了她和吉拉伊抱在一起 当看见这一幕 她气血上演 用力把门框捏得咔咔作响 再也忍不住 气势冲冲迅速冲到她的面前 媳妇明明在对她笑 怎料下一秒 竟和其他男人抱在一起 她气得要发疯 原来这一切 都是吉拉伊在背后给哈坎下黑咒术 目的是为了拆散这对恩爱的夫妻 受幻觉影响 她就会不知不觉中逐渐厌恶陆西娜 久而久之两人的感情自然就破裂 而绝望的女人 一定会投进她的怀抱 当哈坎看见媳妇和吉拉伊在一起 顿时怒气冲冲来到她的面前 哈坎 是露西娜的声音唤醒她的神智 她整个人都带愣住 难以置信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她满眼担忧询问怎么了 没 没事 以为你不小心掉进水里 所以才急忙跑过来 说完避开她担心的目光 她本想将自己拥有治愈力的事告诉哈坎 怎料却被对方打断 今天太累了 以后再说吧 她疑惑自己的情绪变化很反常 只要一看到露西娜就想发火 还总是看到那些不好的画面 就像跟真的一样 第二天上课 露西娜总是心不在焉神有 而吉拉伊发现后 先是打发提提去图书馆拿书 再详细询问她和哈坎发生了什么 这段时间她一直憋在心里 突然有人关心 顿时哽咽的眼泪哗哗直流 她难道发火打鸟 趁机滔滔不绝讲哈坎的坏话 露西娜听了像只愤怒的小鸟 怎么可能打我 因为繁荣期临近 她只是心情不好而已 吉拉伊建议他们这段时间 不要见面为好 那我要是想她了怎么办 可以写信啊 也是啊 她立马在纸上挥洒自如 写下第一封信 写完拿给吉拉伊检查 男人看后满脸错愣 这写的什么东东 反而说写的很好 就这样送过去吧 听此她一脸兴奋 哈坎始终觉得最近异常 找来神官检查身体 结果只是临近繁荣期的影响 可喜欢的人感情越深厚 反应就会越大 可这个结果并没有让她放下心 神官走后 侍女端着露西娜的信进来 没想到是媳妇给她写信 她刚要打开 侍女提醒蜡烛熄灭 要为您重新点上吗 得到许可 她将下了黑咒术的蜡烛点燃 谁知一打开信就立马愣住 这次丑得真相狗怕 虽然错别字很多 但都写满了对她的思念之情 边看边忍不住嘴里到耳朵 不愧是塔亚尔第一名比 恋爱的幸福感充满她内心 意犹未尽再看看 每晚想起我 让我看看你都在想什么 只要蜡烛点燃 黑咒术立马令她产生幻觉 我在想着逃跑 可我最爱的人一起牵手 曾经说爱你那些话都是假的 我讨厌憎恨你 甚至连你的母亲 都不会真心爱你这种男人 那些恶毒的语言深深刺中她内心 她恐惧大吼 别说了闭嘴 而门外的守卫听到动静 都纷纷闯进来查看情况 等哈侃清醒过来 发现信莫名其妙被撕成碎片 竟想不起来刚刚为什么发火 很快此时传遍宫里上下 大王发火撕了路西娜的信 难道是吉拉伊大人帮她篡改的 明明深爱她的丈夫 突然间性情大变对她发火 甚至还亲手撕了写给她的信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吉拉伊在背后给她下黑咒术 路西娜得知信被撕 始终不相信哈侃因为自己写作水平太刺而生气 决定找她询问清楚并解除误会 这边哈侃耿耿于怀最近的状态异常 总是控制不住发火 但转眼就忘记愤怒的缘由 原本以为是药的问题 可停止服药后还是依旧如此 究竟是哪里出现问题 回想起当时 那名侍女手上拿的蜡烛最可疑 在看路西娜的信时 也是给她点燃了蜡烛 刚想把神官叫来调查蜡烛的事 就在此时 路西娜跑来找她 哈侃我有话想和你说 回头确认背后无人 打算进去卧室说比较稳妥 因为她拥有治愈力的事 可不能被别人听到 虽不知道说的什么事 但她听媳妇的 我想说的是 我拥有治愈力 你以后不用因为繁荣气而吃药了 只要看到路西娜 黑魔咒就立马起笑 明明刚刚还好好的人 却突然间变得脸色阴沉 原本以为哈侃得知 她拥有治愈力会很高兴 而男人突变的脸色 让她感到奇怪 黑咒术很快 令她对路西娜产生负面幻觉 只见她轻易附在吉拉伊耳边低语 我拥有治愈力 贵为你治好病的 现状男人气得发颠 怒气冲冲瞪着她 你说只爱我一人 这都是骗我的谎言 她什么时候说谎了 觉得她的状态十分异常 而且这里明明只有她呀 哈侃你冷静一下 然而二人亲热背叛她的画面 总是在她眼里一直阴魂不散 对方不仅夺走了她最爱的女人 还用胜利者挑衅的目光挑逗她 自尊心受挫的她 最终忍无可忍 愤怒向吉拉伊扑了上去 路西娜惊恐看着像她扑来的男人 吉拉伊担心哈侃伤害路西娜 所以跟了过来 怎料这时听到房里传来路西娜的尖叫声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她再次施展了神圣的治愈力 很快男人清醒过来 而路西娜却因体力不知倒下 受黑咒术的影响令她产生幻觉 不以为妻子背叛了她 路西冲冲扑过去教训那嚣张的男人 殊不知直接伤害到路西娜 吉拉伊赶到时 发现她已经倒在地上 赶忙将她扶起查看情况 不知为什么哈侃变得很奇怪 如果我使用治愈力的话能让她好起来吗 使用神圣力也许有可能 但以哈侃现在的状态 路西娜在她身边会很危险 而看见两人抱在一起 男人怒不可遏 你们竟敢背叛我 我要治你们的罪 她情绪失控揪住吉拉伊 恨不得要杀了她 见状她急得眼眶泛起泪花 如果这样打下去 两人都会有危险 也许不会有效果 但总要试一试 哈侃求你了 醒过来吧 最后向她施展了全部的治愈力 哈侃感受到一股清凉的气息 瞬间冲破一直笼罩她的黑暗 令她逐渐清明过来 最终缓缓放下揪住吉拉伊的衣礼 没想到成功了 看着怀中的女人 疑惑刚刚是露西娜帮了她吗 好在她只是晕过去而已 并没有性命之忧 必把将媳妇抱回房里 就在她离开后 一名侍女趁其不被放飞性格传书 哈侃让神官调查的蜡烛 里面果然掺杂邪恶的咒术 下令立马把那蜡烛给处理掉 她来到别宫看望昏迷的露西娜 心里始终责怪自己阴重了咒术 才导致她受伤 希望她能快些醒来 这样才能求得她的原谅 谁知就在此时 大王出大事了 幼龙正在被袭击 他带着布下马不停蹄赶过去 谁知对方并没有大规模攻击的意思 这才反应过来中了敌方的调虎离山之计 这是陷阱 他们的目的是要塞 刚准备返回 一鸣身穿黑色铠甲的骑士出现 时隔十年的矛头小儿终于见面了 竟是那女人的声音 看来你还记得我曾除掉你哥哥呀 听此仇恨冲刺她内心 手握长毛愤怒向她冲了上去 我一定摘了你的脑袋为哥哥报仇 二人激烈持续大战三百回合 最后她一箭刺中对方 本以为胜利在无 啥料竟招到对方的突然袭击 一股刺痛向她袭来 鲜血瞬间从她口中喷洒而出 不可置信看着这一幕 与此同时 露西娜终于醒了过来 从提提口中得知哈坎去保护幼龙 她担忧赶紧跑出门外 刚好此刻随行的部队回来了 可搜寻一圈 唯独没有她要找的人 便急忙询问图兰哈坎去了呢 大王在和屠龙者战斗时身中黑魔剑 刚才已经把她送往圣地疗伤 这次她勇敢站出来 带我去吧 我一定会是好哈坎的 为了拯救兵临死亡的龙 她不再隐藏自己真正的实力 为她施展强大的治愈力疗伤 只是令她没想到 刚就醒的巨龙竟变成自己的丈夫 露西娜跟着气息走进圣域 本以为能找到身受重伤的哈坎 怎料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巨大的龙 一眼便认出这龙是儿时救过的那条 这时她睁开眼眸 你还记得我吗 十年前我们还见过呢 我帮你治好伤 你帮我一起找我的丈夫好吗 哈坎瞬间想起 对方就是十年前救了她的小女孩 没想到一直苦苦寻找的救命恩人 竟没认出是身边的妻子 她激动的刚想起身 打料伤口突然崩裂 现状露西娜赶紧对她施展治愈力疗伤 随着清凉气息的释放 伤口正在快速愈合 怎料刚刚的巨龙竟化作了人形 露西娜 听到熟悉的声音她赶忙抬起头 哈坎怎么在这里 疑惑刚才的龙马去了 男人突然紧紧将她抱在怀里 可十年前一样 是你救了我 她这才反应过来那条龙就是哈坎 露西娜救了她两次 可她心里愧疚因中了黑咒术伤害她 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 但请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原来哈坎这段时间性情大变 并不是出自本心 安慰她没关系 中的咒术也是控制不住的 我现在拥有治愈力 一定能平安干下我们的孩子 所以以后你不用再为了我而忍耐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她顿时愣住 看见媳妇那甜美灿烂的笑容 幸福如同温暖的阳光填满她内心 相爱的两人控制不住拥吻在一起 哈坎刚抱着露西娜走出圣域 迫不及待吩咐图兰回宫装饰她的请殿 暗示媳妇把这段时间没做的事都做了 反应过来她指的是什么 顿时羞红了脸 提提得知他们今晚开始度过厨业 决定好好为她打扮 在她的努力之下 露西娜今晚美得发光 然而刚到哈坎的请殿外 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她紧张得心跳加速 最后鼓足勇气打开门进去 男人一直坐在床边等候媳妇的到来 来到哈坎跟前后 她害羞地不敢抬头看她 忽然一双大手揽住她纤细的腰肢 将她抱坐在自己腿上 询问她害羞了 她坦诚回答有一点点 男人柔情似水看着心爱之人 露西娜催促她赶紧的 别再默默唧唧了 见媳妇这么猴急 忍俊不禁笑出声 最后将她一把放倒 这才缓缓靠近 唇绊相贴的那一刻 爱意如潮水般在二人之间涌崩 哈坎 不是繁荣七也能怀上龙仔吗 那当然了 只是繁荣七怀上的几率更大而已 确认媳妇没有任何不适 她这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早 哈坎抱着露西娜走出房门 图兰和提提两人激动的热泪盈眶 终于等到这一刻 她疑惑大王要去哪里 她直言媳妇昨晚很累 要去泡温泉缓解一下疲劳 听此露西娜羞红了脸 嗲骂她怎能这么直接说出来 小夫妻俩第一次同床睡觉觉 第二天媳妇就立马怀上龙仔 哈坎激动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我们终于有孩子了 就在刚刚 露西娜发现哈坎脸上有伤 本想对她施展治愈力一致 怎料竟然失效了 二人都同时带愣主 回想起普卡曾说只要她怀孕 治愈力就暂时用于保护龙仔 难道是有了宝宝 果不其然 通过神官的检查 确认她怀上龙族的子嗣 抚摸着平坦的小妇 神奇那里面孕育着她和哈坎的结晶 刚想和丈夫一同分享喜悦 男人激动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宠妮看着媳妇 想要什么只管说 无论是黄金还是宝石 我都会满足你 媳妇想吃水果 她就送了堆积如山的各种水果 是不是我说想要什么 你都会拿一大堆来 想要表达对媳妇的爱意 这些还远远不够 她亲手摘下一颗葡萄 哄着媳妇要多多吃 才能长得白白胖胖 说着递到她嘴边 她没有犹豫 吃下对方递来的葡萄 幸福感瞬间溢满她心里 这波狗粮被一旁单身的小精灵吃了满嘴 小精灵提醒路西娜怀孕 不能再继续使用治愈力 那哈坎出征又受伤怎么办 听闻布里恩卡梅尔教的圣物 可以抵挡黑魔剑 就是那个 如果卡梅尔教愿意给予帮助 那哈坎和塔亚尔都会平安无事 她将这个消息告诉哈坎 可传闻圣皇是个固执死板的人 肯定不会帮助塔亚尔的 如果向圣皇表明我拥有治愈力 说不定他会对我感兴趣呢 明明他们对塔亚尔不友好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寻求对方的帮助 他这么做其实是担心哈坎的安危 万一屠龙者使用黑魔剑伤害你怎么办 原来都是为了他 媳妇那痘大的泪珠一颗磕砸在他心间 这一刻心软妥协 答应会传信给卡梅尔教 那我也要写信给圣皇 那样他会对这件事增加关注度 他宠溺摸着媳妇的头 知道了 我负责小之仪礼 你负责动之意情 这边加雷特得到消息 露西娜不仅毫发无损与哈坎度过初夜 甚至还成功怀上龙仔 他极度的快要发疯 为了尽快除掉他 打算把对哈坎施黑咒暑的事栽赃嫁祸给他 谁知有一名侍女士奸细 趁其不备 放飞信哥传送消息 怎料是那名打伤哈坎的屠龙者接受 当头盔摘下来那一刻 竟和露西娜长得十分相似 小夫妻俩第一次同床共枕 媳妇就立马怀上他的龙仔 从此哈坎每天都黏着他 拍甜蜜抱在一起手把手教他写信 夸赞他的写作能力比之前进步不少 拼辞他小脸气鼓鼓 我之前写得这么差劲 求生欲极强的男人赶紧哄着媳妇 我的意思是你以前写得超级棒 这次写得还更加好 听到丈夫的彩虹屁 他瞬间露出笑容 更加奋笔疾书挥动折笔写字 可没过多久 不安分的男人一个劲在身后蹭来蹭去 深吸嗅着媳妇身上的汗臭味 都怪媳妇认真的样子太迷人 险些让他把持不住 信就先写到这 接下来我们过过二人世界 不可以 要尽快把信写完寄给圣皇 听到媳妇毫不留情地拒绝 哈坎顿时拉拢着脑袋 只能退而求此让他一边写 一边陪自己聊天 抚摸着他的肚子 感叹里面竟然有了两人的爱情结晶 问了大多数夫妻都会问的问题 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 而露西娜却反问他 哈坎道希望这个宝宝是女儿 毕竟我们龙族的女儿 都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因为在龙族盼到女儿出生很难 不过对于他来说 不管是儿是女都不重要 只希望宰子能健康长大就好 哈坎也很认同他的话 小两口都期待龙宝宝的降生 随后紧紧抱着他沉浸在幸福的港湾里 谁知就在此时 说不定他有很重要的事找你 媳妇都发话了 只能无奈让加雷克进来 不过之前气焰嚣张的女人 这次竟破天荒对露西娜毕恭毕敬 估计是上次哈坎的警告起了作用 他表示有重要的话和哈坎说 只能请露西娜大人暂时回避 露西娜不必离开 他马上就是塔亚尔的王妃 见哈坎这么维护他 他极度的快要发疯 可没忘记接下来出卖自己的亲弟弟 告发他是对哈坎下黑咒术的罪魁祸首 把所有的脏水全部泼给他 并把自己从这件事中摘得一干二净 这一切都是吉拉伊一人所为 立刻把他给抓拿归案 而露西娜一脸不可置信 真的都是他做的吗 不管怎么用形式逼供 吉拉伊始终都没有把加雷克供出来 哈坎想不明白 最后只能告诉露西娜事情 安慰媳妇不要伤心 但接下来他要离开王宫一周时间 可实在是很舍不得与他分离 竟还责怪起会议上元老们的催促 你不用担心我 我自己可以坚持一周的 谁知哈坎的离开 却给了加雷克陷害露西娜的机会 趁弟弟不在 黑心扫扫设计谋害弟媳 竟将给哈坎下黑咒术的 是栽赃嫁祸给他 好借此除掉他 小夫妻俩第一次分别 二人都恋恋不舍相互对视 哈坎俯身身情拥吻着妻子 实在舍不得离开他 最后图兰看不下这俩逆文 催促自家大王该出发了 但而哈坎刚离开 加雷克就迫不及待动手 派人暗中在露西娜的寝宫中 放了栽赃的工具 而他心里总感到不安 谁知就在此时 一名侍卫上来就抓住他的手腕 提提赶紧把露西娜护在身后 质问对方要干嘛 在露西娜大人的寝宫 发现了邪碎物品 需要跟我去一趟确认 听此他感到奇怪 这几天他明明待在房间啥也没干 见他不配合 侍卫直接拽住他 再次遭到提提的阻拦 等料接下来一拳将他击倒 拖着露西娜扬长而去 分速侍从将东西盛上来 整得他更加满脸猛逼 这黑不溶洞的蜡烛是什么鬼 您果然一眼就认出 这蜡烛就是让大王中咒术的东西 听此他犹如晴天霹雳 他明明没有做过 对方却将这东西栽赃嫁祸给他 您认为我在说谎吗 见露西娜始终不肯承认 那只能等大王回来审讯前 请您待在别宫吧 说完便幸灾乐火扬长而去 小精灵得知他被那个坏女人囚禁 十分担忧他的状况 转头就发现 两个鬼鬼祟祟的黑衣人正向这边走来 暗道不妙 露西娜肯定有危险 小精一从他们头顶上掠过 八百米加速赶紧去找哈坎 突然哐当一声巨响 玻璃被砸了一个大窟窿 蒙面人很快钻了进来 他顿时吓破了胆 害怕得不知觉后退 赶忙开口喊人进来救他 谁知外面竟毫无动静 显然守卫已经被支走 下一秒黑衣人一把捂住他嘴巴 见计划成功 加雷特露出得逞的笑容 愚蠢的人类丫头 等哈坎回来 那时他应该已经死了 露西娜正被黑衣人骑马挟持带走 怎料好巧不巧突然下棋雨 雨太大导致马根本无法继续行走 他们打算找个避雨的地方休息 不如趁现在下手吧 不行 那样失手就会很容易找到 这才得知他们要除掉自己 那他和哈坎的孩子怎么办 趁他们意见不合争执间 赶紧立马悄悄逃跑 而他们很快发现并追了上来 谁知此时他的脚被木头绊 导致重心不稳狠狠摔倒在地上 剧痛传来的同时 似乎感受到液体正从下身流出 难道是孩子 媳妇都要被人害死了 丈夫才姗姗来迟 得知挟持他的蒙面人要除掉他 他逃 他们追 怎料他竟被绊倒 肚子感到一阵剧痛 难道孩子要保不住了 然而身后的黑衣人很快追上来 愚蠢的丫头 你真以为跑得掉 露西娜本以为自己和孩子都要葬送此地 哪料千军一发之计 K人却被赶来的骑士灭口 他看着前方模糊的人影 顿时眼眸一亮 哈坎以为是自己的丈夫来救他于危难 只见对方轻蔑一笑 哈坎是你那个野蛮人丈夫的名字吧 好久不见 我的好妹妹 没想到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对方那阴森的笑容令他毛骨悚然 他吩咐魔法师给露西娜把脉 检查完 向巴伦禀报肚子里的孩子没事 原来是确认他肚子里的胎儿是否平安 只是疑惑巴伦怎么突然关心他的孩子 然而从他们口中得知要把自己带走 你打算把我带哪里去 对方并没有回答他 反而嘲笑他原本整天像个哑巴不说话 没想到还给那群野蛮人教会了 说完下令把他带走 如果被抓回去 他就再也见不到哈坎 于是剧烈反抗他们的挟持 没想到却将巴伦激怒 都是因为你逃到了台二 我和母亲活得像狗一样 说着便挥起手掌要打他 这边哈坎应担心露西娜匆匆赶回家 这才从TT口中得知 露西娜因使用黑咒术被禁足 他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相信加雷克的一面之词 谁知来到寝宫 发现妻子竟然不在里面 而破碎的窗户 昭示着他刚刚被迫带走 哈坎显示龙的真身 一路追寻他的下落 好在很快发现歹徒正在对他妻子行凶 他怒气冲冲朝着那边俯冲而下 巴伦见状顿时慌了 就连大火也丢下他慌乱逃跑 露西娜见到丈夫终于来救他 顿时眼眸一亮 哈坎嘱咐他快闭上眼睛 随后眼冒绿光阴沉着脸举起刀挥舞 我之前饶了你一命 现在还想掳走我妻子 说完一件解决了他 见丈夫失控杀红了眼 露西娜颤抖哀求他快停下 男人赶紧冲过去接住倒下的媳妇 加雷特说你害怕处分所以才逃跑 我们先回去好吗 我现在 好累 说完晕了过去 通过神官的检查 虽然露西娜失血过多 好在腹中的胎儿平安无事 想到这段日子他不在 媳妇竟差点被害死 接下来他要解决的是 那些胆敢污蔑我妻子的人 得知媳妇陷入危险 哈坎立马飞升去营救 好在最后他和孩子都平安无事 那接下来就要好好处置谋害露西娜的人 可加雷特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还将所有脏水都泼到亲弟弟身上 连以为吉拉伊还像往常那样替他顶罪 怎料却指认是受了他的指使 迫不得已才使用黑咒术 因为加雷特对国母和大王施展黑咒术 最终判处的结果是 剥夺罪人的先王妃头衔 并处以死刑 最后吉拉伊为了报答姐姐的恩情 替他求情 虽保住了他的面 但被打伤烙印 永久幽禁于冷宫中 而他也被罚去做苦衣 这样他不仅能摆脱姐姐 还能留在露西娜身边就足够了 露西娜得知吉拉伊被处置后 有些闷闷不乐 于是哈坎为了哄他开心 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我决定让你担任临时王妃 不过要等到举行婚礼 才能搬到王妃宫 他另外还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露西娜一脸期待 只见哈坎点头示意 这边提提接收到暗示 立马打开门 没想到是哈坎的母亲阿达尔殿下 谁知对方一见他就喊漂亮姐姐 原来他的精神状态 还没有完全恢复 可能是因为长期中了黑咒术导致的 听此露西娜自告奋勇 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 阿弟 你以后和我住在别宫 可以吗 我愿意漂亮姐姐 要想让阿达尔彻底恢复 还得需要吉拉伊的帮助 文言男人顿时皱眉 尽管心里不乐意 但为了母亲 只能按照媳妇说的去办 接下来一个月 只要吉拉伊每次出现在别宫 甚至还在他眼皮子底下偷看他媳妇 顿时心里感到粗意横生 好在媳妇为避嫌低下头 明明和露西娜说好去看望母亲 可来到别宫 她立马有些胆怯不敢进去 原因是之前不知加雷特算尽母亲 还将其托付给她照顾 因此心里感到自责不已 露西娜安慰她 没关系 相信阿达尔殿下不会埋怨你的 她这才鼓起勇气进去 归附神智的母亲 见到儿子来了很开心 接下来母子俩相互解开彼此的心情 最后紧紧抱坐一团 感受那久违的温暖 露西娜看着这一幕很欣慰 这边小精灵偷听他们的八卦 觉得无聊透顶 谁知转头发现一只乌黑的鸟行为鬼祟 似乎是从宫里往外传信 因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她扑腾的翅膀一路偷偷跟随 只见信哥把信传给一个女人 不过令她惊讶的是 对方竟和露西娜长得十分相似 女人看完信后露出贪婪的笑容 只要等到露西娜的孩子出生之时 塔亚尔就是我的了 为了迎接龙宝宝的降生 哈坎提前准备好孩子出生后所需的物比 露西娜觉得未免太多了 毕竟他们只有一个宝宝 可男人觉得远远还不够 剩下的还可以留给其他孩子用 见媳妇不明白 她解释如果不觉得累 咱们还可以再要个二宝 只要看着你和宝宝们 我就觉得很幸福 哈坎 我也是 她无比庆幸露西娜能够拥有治愈力 这样她就可以平安诞下龙仔 男人遗憾没能早点得知 十年前救了她的小女孩是露西娜 既然治愈力对于塔亚尔这么珍贵 为什么第一次见我时 没有把我带走 原来那时 她认为露西娜拥有自己幸福的家庭 觉得不能随意改变救命恩人的人生 所以才将昏迷的她送回家 其实心里很后悔 没能早点发觉她在男爵府受苦 无论如何一定会保护好她 谁知听了她的解释 媳妇静气呼呼扭头生气埋怨 要不是你 当时我已经成功逃跑了 最后还差点被卖给老伯王当小老婆 男人顿时慌了 手足无措向她道歉 我该怎么做你才能消气 见她被吓到 露西娜扑击笑出声 我开玩笑的 在男爵家虽然过得不好 但最终我们还是再次相遇了 能和你在一起 我很幸福 听此她心里十分感动 二人控制不住紧紧抱在一起 感受着彼此之间的爱意涌动 询问这几天没看到她 发生了什么事 哎呦 别提了 我被一群疯鸟给追杀 她以为要逃不掉了 原来前不久 她去了一趟布里恩 偷窥到一件惊天大秘密 闻言她心里咯噔一声 担心普卡因此受伤怎么办 她现在还不能使用治愈力 她神秘向露西娜招了招手 示意她过来 我在男爵夫看到一个 长得和你一模一样的女人 听此她顿时愣住 甚至还从她口中听到你的名字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她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不知为何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临走时 普卡告诉她那女人的头发是金色 可她第一次见露西娜的头发颜色一样 她向普卡解释 听说布里恩老国王喜欢金发 继母才强行给她染的 就在此时提提禀报阿达尔来找她 小精灵赶忙飞走这才终止话题 哈坎回到别宫 看到媳妇正在研究她母亲的日记 可她反而心里很担忧 媳妇本来怀着身孕就够辛苦 还要耗费精力去研究草药 到时候你的身子越来越重 我实在不放心 为了能更快结束研究 提议让吉拉伊帮助她 毕竟她是个知识渊博的天才 听此男人顿敢给自己挖了个坑 男人是史上最强宠妻狂魔 媳妇要和情敌一起做研究 她忍痛给 媳妇孕兔要吃西游百香果 她抢了一麻袋给 甚至还打算为她打造一座纯黄金的宫殿 她看每天来看媳妇八百次都不嫌多 反正她又没懈怠工作 但苦了图懒 每回找大王回去处理公物都要疯了 她坐下后要告诉露西娜一个好消息 然而她以为是圣皇回心了 没想到是要为她建造一座新的王妃宫 我打算全部用纯黄金打造 家具和装饰也是准备最顶级的 露西娜觉得现有的王妃宫已经够华丽了 可男人觉得还远远不够 她希望媳妇能得到龙祖史上最高的王妃代务 无论是吃穿任何东西 她都值得拥有最好的 甚至还考虑到婚礼媳妇要穿的婚服 以及佩戴的首饰 可比起那些 她更加关心的是 圣皇什么时候给她回心 气氛瞬间安静下来 以为是自己给她泼了冷水 垂眸告诉她写给布里恩圣皇的信 还未收到答复 你比我这个国王还热衷于国政运营 看来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没有回心的原因 是因为圣皇不想来台二吗 随着龙宝宝的快速成长 她的肚子也越来越大 因此时常感到恶心难受 哈侃见媳妇身体不是还在操劳 心疼得不得了 当她暂停休息 顺带给她投喂补补身子 她有些不好意思 表示可以自己吃 可她舍不得媳妇手泪 仍坚持投喂她 谁知只是闻到食物的味道 胃里顿时一阵翻江倒海 见状男人满脸焦急询问怎么了 随后她再也控制不住恶心呕了出来 见媳妇难受 哈侃既心疼又着急 立马喊神关过来诊治 结果只是路西娜开始害喜 因害喜的症状各不相同 但路西娜大人似乎对大部分食物感到恶心 所以得找出她不抗拒的东西 哈侃担任起模范好丈夫的任务 每天想尽办法寻找妻子害喜吃的食物 图兰得知一个可以抑制害喜的办法 她母亲曾怀她时 就是吃了那个立马治好运渡 是一种生长在炎热南极大陆的水果 因为稀少所以很难买到 没有我买不到的东西 立刻给我备马 没过多久哈侃很快回来找路西娜 把一马带新鲜的水果给她 这些都是非常稀有昂贵的水果 询问她是怎么弄来的 没什么 只要为了你 就没有我办不到的事 图兰原地抓狂 这些可都是抢过来的呀 原来他们马不停蹄赶到目的地后 没料到始终来晚一步 最后一批百香果刚刚被人全部买下 于是他黑着脸要去抓住那人 所以这些都是你抢来的 我可是支付了相应的报酬 怎能说是抢呢 是图兰夸大其词而已 那种程度几乎就是抢抢了 那个男人被你抓后都吓尿了裤子 我不是按照水果的个数付给他黄金了 听此他这才放下鞋 可是这么多水果他咋吃的完 那大家一起吃吧 他感谢丈夫为他所做的一切 听此男人顿时老脸一红 布雷恩王国的神殿里 圣皇惊讶竟收到露西娜的来信 小夫妻俩第一次吵架 竟是因为男人吃醋了 原来为迎接圣皇的到来 露西娜挪用了准备用于结婚的装饰品 上一秒还对媳妇吹彩虹屁的男人 怎料下一秒竟吃醋变脸 你居然要用在圣皇欢迎仪式上 那是我为你买的东西 绝对不行 要想让圣皇把圣物借给蒙古 那就要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 夫妻俩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互对峙 谁都不肯退让 然而最终是哈侃心软妥协 见丈夫还在生气 赶忙握紧他的手顺毛 我答应你 我们的婚礼要比这次欢迎仪式更加隆重 这次我绝对不会穿你为我准备的婚纱 三言两语就将男人的心给拿捏透透 哈侃气顺了 抱着媳妇一顿猛夸 你怎么这么讨人喜爱呢 肯期待我们婚礼的那天 只见妻子气鼓鼓 你明明都同意了还故意逗我 哈哈被你发现了 这时提提禀报圣皇到了 令哈侃没想到的是 灵灵已年过八十岁的老男人 静嫩的能掐出水来 二人客气寒暄了一番 等到露西娜向圣皇打招呼后 对方却笑眯眯牵起他纤细洁白的手 接下来竟在他手背上印下一吻 哈侃顿是黑脸皱眉 我是看了你的性财来抬二的 文言露西娜很惊讶 而哈侃见他一直握着他媳妇的手不撒 立马将他搂了过来 宣示自己的主权 表示已经准备好武器给您线武 之后用完晚餐再讨论圣武 谁知对方并不想和他讨论这个问题 只想和他媳妇单独聊一聊 听此男人的脸色更是黑如锅底 最后不得不应承他的要求 放任妻子与他单独在一起 而他在外头气得火冒三丈 胡乱猜测圣皇是不是看上他媳妇 随后又安慰自己 对方可是个八十岁的老头 也许只是对他媳妇的治愈力感兴趣而已 圣皇很好奇露西娜是什么时候拥有治愈力 原来只因他是男爵家的私生女 所以时常遭到继母的毒打 无意中把手放在伤口周围时 伤口处竟开始愈合 但并没有经常使用 因为害怕愈合后再次被挨打 听到他儿时的悲惨经历 圣皇的心顿时就痛 愧疚也煞事冲刺他内心 问了藏在心中的疑问 你有没有怨恨过你父母 我没有心思去怨恨他们 如果我的母亲是个好人 就不会扔下自己的孩子 听此他心里更加愧疚 对不起 我应该早点来的 露西娜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跟自己道歉 仍安慰他说没事 因为我有哈侃 看来龙族的大王对你很好啊 那当然 毕竟我们是真心相爱彼此 他满脸洋溢着幸福回答 谁知接下来对方却跟他说 我希望你离开这里 和我一起去大神殿 而在外交集等待的男人 从图兰口中得知 圣皇曾爱过一个女人 长得像月亮精灵般又白又美 即是说他爱过一个 长相神似露西娜的女人 只因媳妇和其他男人单独在一起 男人疯狂吃醋 在得知圣皇曾喜欢一个长相 和露西娜一样的女人 更加坐立难安 害怕媳妇被人给抢走 势必要闯进去打断他们 见到哈侃 露西娜疑惑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聊了这么久 我只是有点担心而已 而圣皇一眼就看出哈侃在吃醋 与其调侃她 您很在意我和露西娜在一起吧 见被对方拆穿 她面不改色否认 夫妻俩向圣皇告别后 露西娜察觉丈夫的情绪不对劲 误以为宴会出现什么问题 多亏了你 宴会举办得很顺利 问题在于我 直到现在我还在极度圣皇 特别是看到你们在一起 那么的般配 我极度的快要发疯 所以才故意找了个借口让你们分开 听此露西娜紧紧抱住她安慰 如果换作是我看到丈夫和异性在一起 也会极度吃醋的 得到媳妇的理解 她这才放下坠坠不安的心 露西娜让她不要担心 承诺这一辈子都会永远待在她身边 想起刚才圣皇的提议 希望她离开塔压跟她一起去神殿 没等她回答 就被哈坎给打断 现在她更加坚定心理的答案 你先去宴会好不好 我刚刚有些话还没和圣皇说完 看见进来的人 圣皇猜到她一定会反复 只是令她意外的是 露西娜竟没有离开塔压的打算 而圣皇告知她有自己的理由 如果你执意待在这里 你和腹中的塔压都会陷入危险 所以才提议让你和我去大神殿 只有在那我才能保护你 听此她瞬间慌了 将此事告知哈坎 原来是有个叫希特普的魔物 正在筹谋攻略塔压 而一直以来 欺压塔压的屠龙者就是希特普 现在他们的首领 正在基于露西娜的孩子 瞬间联想到那个 长得和她一样的女人有关系 大体情况哈坎已经了解 但她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非要选择在大神殿保护露西娜 圣皇又是怎么得知 希普特的全部阴谋 她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因希普特是魔物 承受不住神的力量 比起在塔压 大神殿更能保护露西娜的安全 但第二个问题还不能告诉他们 等到时机成熟 她自然会说 而露西娜表示有个疑虑 除了去大神殿 还有别的办法吗 只要在你诞下孩子之前 彻底消灭希普特就行 听到这个办法 她失落垂下脑袋 而哈坎觉得她和蒲龙者必有一战 只要圣皇将圣物借给她 这场战争她有把握能力 对此她很反对 每等战争结束 露西娜如果生下孩子 他们就会轻而易举攻略塔压 最后露西娜和孩子都会陷入危险之中 得知魔物基于露西娜和孩子 本该将媳妇送去大神殿 是最安全的办法 然而心里却害怕与她分离 而她一眼就看出丈夫心里在想什么 她认为媳妇在撒谎 那我们来猜一猜 你是担忧我去大神殿对吧 哈坎没想到她一猜就中 她确实是在嫉妒露西娜和圣皇的关系 而媳妇却这么善解人意体谅她 拿不定主意到底是把她送去大神殿 还是留在台二 我想听听你的理由再做决定 是因为嫉妒圣皇吗 不仅仅是因为妒忌 更是担忧她去了大神殿不回来 其实是自卑自己不够优秀 比起和她这野蛮人结婚 觉得露西娜和圣皇在一起更加幸福 如果你有选择的余地 还会和我在一起吗 你是大傻瓜吗 竟担心我去大神殿不回来 我可是要成为台二的王妃 直到我死都不会离开你的 听此男人感动的紧紧抱住她 我一辈子都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 甚至连想象都不可以 说完二人深情拥吻在一起 第二天三人聚在一起 你考虑的怎么样 露西娜斩钉截铁告知圣皇 作为王妃 自己绝不会离开台二 看到她眼里的果决与担当 感叹她现在真的长大了 不再劝解 而是选择支持她 为了能赢下这场战争 还主动把圣物介于他们 只希望露西娜和孩子都能平安无事 也是弥补自己没做到父亲的责任 听此夫妻俩同时很惊讶 而哈侃却不相信圣皇能无条件帮助她 这时婆婆来找露西娜 提提告诉她阿达尔又犯糊涂 圣皇一眼看出她身受黑魔法的影响 并主动提出帮她母亲治疗 换取她的信任 随着她施展一股强大的神圣治愈力 阿达尔感觉缠绕她脑子里的黑雾一下消散 这回哈侃相信对方是真心想帮助她 而这边吉拉伊研究露西娜的血液得出结果 发现她竟有月亮种族的血脉 虽然她们与神力无关 但她血液里蕴含的治愈力十分强大 这么说自己可能是月亮种族的后代 媳妇都要生龙崽了 而丈夫却还在战场上厮杀毫不知情 露西娜自从得知她有可能是月亮种族的血脉 便一直寻找有关自己的身世 每天刻苦翻阅众多书记 终于在史书上发现一名白发银童的女子 容貌竟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 她是卡梅尔教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路亚路公国的宫女利尔巴 不禁疑惑她们长得这么小 也许并不是单纯的偶然 谁知就在此时 她感到肚子一阵钻心的剧痛 不明白最近阵痛怎么越来越频繁 刚站起身呼唤提提进来 打料腿一软生生跪倒在地 而腹痛却令她冷汗直流 浑身使不上力 提提进来发现 赶忙去喊人过来 通过铲婆的一番检查 结果断定她有早产的迹象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 妻子都要生亡 作为丈夫的大王却不在身边陪着 露西娜大人别怕 有我在吗 她忍着震痛 并不想将此事告知哈坎惹她担心 却遭到提提的反对 大王本来很期待孩子的降生 肯定想回来陪您代产 想想也是 于是答应提提飞哥传信给哈坎 哈坎收到信的同时 这边的金发女人 也得到露西娜即将临盘的情报 顿时露出贪婪得逞的笑容 于是吩咐手下 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哈坎赶回塔亚 玛丽莎大人 您的发色正逐渐恢复银色 哎呀 真是烦死了 不过不用变回金发 接下来她刚好要动身去塔亚 这边哈坎刚启程回去陪妻子戴产 此料却遭到玛丽莎派来的人阻拦 不得已又继续加入战斗 心里仍忧心媳妇的情况 只想着能快点速战速决 露西娜的阵痛持续了好几天 提提为此每天担心受怕 就在这时 多日不见的圣皇突然来看望她 原来是得知她即将临盆的消息 特地来给她检查一下身体状态 随着对方施展治愈的神圣令 感到身体的剧痛消散许多 只是令她有些困惑 圣皇为什么这么关心自己 甚至每次无条件帮助她不求回报 不仅如此 这次还特意给她带来了礼物 是一条璀璨夺目的大红宝石项链 这条项链里蕴含她释放的一点神力 在危机时刻能保护她的安危 从小没体会过父爱的她 此刻心里感到很温暖 这时产婆进来给露西娜定期体检 而圣皇是男人 不方便再继续待着 准备出去路过产婆时 圣物上竟显示出对方恐怖的真实面目 发现她不是人 迅速一把抓住她 可恶的家伙 还不快显出你丑陋的真身 而她非但不害怕 还得意洋洋哈哈大笑出声 见状她朝对方泼了一瓶圣水 随着她面目可憎的拧动 怎料刚刚丑陋的产婆 竟变成了个白发迎瞳的茂眉女人 额间挂着颗璀璨宝石 浑身散发神圣优雅的光辉 露西娜十分震惊 因为不久前 她曾在书上见过这个女人 是路亚路公国的宫女利尔巴 明明母女俩第一次见面 而母亲却只想要她和父中孩子的命 她就能同时得到神圣力和龙族的力量 露西娜快过来 她在史书上见过这人 不明白利尔巴宫女怎么出现在这里 别搞笑了 你现在竟然还在模仿利尔巴 只不过是区区肮脏的魔物 打料下一秒女人竟直接吻上她的唇 圣皇心中涌上一阵闲雾 毫不留情一把推开抢吻她的女人 见她嫌弃擦着嘴唇 你到底装轻刀到什么时候 明明和我做过更过分的事 气得她煞事施展神圣力 主妇提提带着露西娜回避一下 接下来由她处理这个嚣张的魔物 暂避在安全处的露西娜想不明白 那个叫希特普的魔物竟能随意变换样貌 偏偏成为利尔巴宫女的模样 总令她有种不爽的感觉 这时突然响起敲门声 令二人打了个寒颤 你好啊 露西娜 刚才没能和你打声招呼 见只有刚才那个女人出现 她很担忧圣皇的情况 她赢不了我的 也许她到死都无法动我一根手指头 你说谎 到底用了什么卑鄙卧龙的手段 露西娜那眨毛的小模样 和她听说的温顺可不一样 她缓步走过来 抚摸着她那银白的头发 把她吓得浑身微微颤抖 你别碰她 见状提提将她的爪子从露西娜头上拍开 她明明害怕对方到身体颤抖 却仍然壮着胆子护住 只因力量过于悬殊 下一秒她被一巴掌狠狠扇倒在地 露西娜快过来 可我一起走吧 她直接拒绝 打料之时肚子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似乎是宝宝要出生了 怎料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发作 这边哈侃终于赶回王宫 她一路走到别宫发现很不对劲 但没有多想 带着激动的心情敲响媳妇的房门 随着门打开 终于见到分别半年日丝夜响的媳妇 男人笑着温柔抚摸她的头 一把紧紧将她抱在怀里 得知你要生宝宝了 所以着急回来陪你代产 然而妻子的反常令她产生怀疑 询问她怎么说话又开始结巴 她解释可能是太久没见的原因 特意询问她的侍女哪去了 她解释侍女好像去拿东西了 你连装都装不像 露西娜在我面前说话早就不结巴 而且一直以来称呼侍女TT的名字 真正的露西娜在哪 说着举起手中的武器进入戒备之中 没想到这么快被识破 她以为你和那个家伙一样 蠢笨被外表所迷惑 对方的声音哈侃很熟悉 没错 我就是屠龙者玛丽莎 愤怒质问她到底对露西娜做了什么 别担心 我没有杀她的打算 毕竟她现在还对我大有用处 说完瞬间在她面前消失不见 当才和那女人打架的圣皇才姗姗来迟 得知露西娜卢走时和她在一起 露气冲冲质问为什么没有保护好她 她是圣皇与魔物所生的女儿 而母亲却一心只想夺走她的神圣利与父中孩子 她就能同时拥有治愈利与龙族的力量 得知露西娜被卢走前和圣皇在一起 哈坎气愤责备她为什么没有保护好她 但魔物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她无法狠下心对付的原因 竟是魔物变成她所爱之人 之前被骗傻乎乎和她谈起恋爱 我来这里是为了守护我的女儿 弥补当初所犯下的错误 等等 你刚刚说什么 露西娜是我和玛丽莎的女儿 连来居无定所的魔物希特普 基于黄金圣地的塔亚尔 但在攻略战争中处处受挫 而希特普只要吃了人类的心脏 一辈子就能保持内人的样貌 有强大的力量 因此占据了她的心脏 那么露西娜的治愈力 是从亲生父亲来继承的 于是玛丽莎就变成宫女的模样诱惑她 生下拥有神胜利的孩子 在利用那孩子占据塔亚尔 听此哈坎皱起眉头 明明得知她是魔物 竟还和她生下孩子 因为她抱着脚心 希特普吸收了宫女的灵魂碎片 幸好残余的灵魂通过孩子传承下来 她果然赌对了 露西娜不仅长得和她一样 而且灵魂尤其纯粹 她为了净化孩子体内的希特普之血 倾尽了所有胜利 这也是导致她陷入沉睡的原因 哈坎还从她口中得知 她和露西娜结婚都是玛丽莎制定的计划 那您为什么不来塔亚尔告知我 因为我一直被玛丽莎监视 根本抽不开身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得到露西娜她就能拥有神圣力和龙族的力量 而哈坎却不甘心 她要去把露西娜救出来 作为父亲的圣皇愧就低下头 有个人也许知道玛丽莎的行踪 等她迷糊睁开眼 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回到男爵家 而时被虐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她刚想起身离开 怎料手被牢牢绑住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天哪 你醒了 重新回到男爵家的感觉怎么样 我女俩第一次见面 怎料母亲却夺走她的神圣力和孩子 露西娜得知自己是魔物的女儿 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说我是怪物 那么你也是怪物 因为你是我生的女儿 那个人给你起的名字可真好 长得就像名字一样月亮般明亮漂亮 说着伸出魔爪抚摸她的头 结果被露西娜毫不留情一掌拍开 坚决否认自己是她的女儿 并警告对方如果敢动她 哈坎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然而玛丽莎却挑拨他们夫妻俩的关系 你觉得她真的爱你吗 她只是强行掳你回塔亚尔繁衍子嗣罢了 为了哄骗你才假装对你好 露西娜可不相信她的一面之词 哈坎才是真正爱她救赎她的人 怎料就在这时 她感到腹部一阵刺痛 作为母亲看到女儿浑身痛的打哆嗦 却是满脸冷漠 根本没有一点心疼 如果你无法生下龙族的孩子 她还会爱你吗 还没等她反映这话中的意思 哪料竟对她使用黑魔力 她痛哭出声 肩膀出煞石一出大片血迹 周身萦绕着纯洁的神圣力 玛丽莎很惊讶 顿时露出贪婪得逞的笑容 没想到圣皇使用圣力给她净化希特普之血 我本来没想夺走你的神圣力 但你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那就不同了 说完立马把露西娜的神圣力给博射 她想反抗 但无奈被钳制住无法动弹 下一秒她软弱无助倒了下去 然而疼痛顿时席卷她全身 没了治愈力很疼吧 可能还会死呢 但你可要平安诞下龙仔 只要得到了神圣力和龙族之血 就能轻而易举杀掉你的丈夫 尽管身体不容乐观 可她并没有屈服 哈坎一定会把你 话未说完便晕了过去 玛丽莎走后 露西娜戴的项链突然闪烁着光芒 当哈坎和圣皇赶来时 发现露西娜昏了过去 怎么呼唤也没有醒来的迹象 圣皇察觉她的情况不容乐观 不 露西娜还活着 只是 她一把掀开被子 发现原本龙起的腹部静电的平坦 一定是玛丽莎把孩子带走了 她魂不守舍呆愣住 圣皇上前给她施展神圣力治疗 她这才缓缓睁开眼眸 映入眼帘的是哈坎那饱含担忧的脸 她上前扶住妻子时 丝毫察觉不到露西娜的神圣力 瞬间断定也是玛丽莎夺走的 没了治愈力 龙族育育孩子会给母体带来很大伤害 露西娜还活着本身是个奇迹 原来她被玛丽莎的黑魔力包围时 是圣皇送的项链救了她一命 就在她的手扶上肚子时 煞石愣住 孩子为什么不见了 她的神圣力不仅被夺走 甚至连十月怀胎即将临盘的孩子 也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残忍 卢走增长功力 露西娜抚摸着原本龙旗的肚子 净空荡荡的 瞬间呆愣住 她完全不记得孩子是怎么消失的 原来哈坎和圣皇赶到时 玛丽莎已经提前一步把孩子带走 经受不住狮子之痛 她选择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你们一定在说谎 我的孩子怎么会不见 说着痛苦痘大的泪珠滑落 眼看哭得亮呛倒下 哈坎心疼抱着她安慰 没关系 即使没有孩子 你仍然还有我 什么叫即使没有孩子 我们得把她从玛丽莎那就回来 然而圣皇认为 玛丽莎已经吸收掉孩子的能力 就算再次出现 她也是玛丽莎所变换的 所以一定要除掉那孩子 听到这么残忍的结果 她哭得更加伤心欲绝 夫妻俩回到台二 接下来面对更加残酷严峻的事实 露西娜被神官诊断出以后 无法孕育龙族子嗣 这无疑给她带来雪上加霜的打击 以后无法怀孕 明白自己再也没有资格成为台二的王妃 甚至还要被迫与哈坎分离 可她把这一切都怪在自己身上 自责没有保护好孩子 而哈坎在迎接亲信林中禀报时 怎料中了希特普魔物的黑魔剑 她简单处理完伤口 得知露西娜的情况 便焦急立马赶到别宫 正哭得伤心欲绝的女人见到丈夫 反而别过头让她回去 因为不孕 自己没有脸面在面对她 现在的我不可能成为台二的王妃 见状哈坎心疼极了 这世上没有比你更加重要 我绝不会放弃我唯一的妻子 说着紧紧将她抱在怀里 只希望她不要放弃两人之间的感情 她虽然很感动丈夫的忠贞不语 可其他人是不会承认 没有子嗣的王妃 即使他们不接受你也没关系 如果因为没有孩子 无法延续后代 那么我放弃王妃不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要再伤心了 说完深情亲吻她的额头 她没想到丈夫为了她 竟放弃一直以来苦心经营的王妃 很快露西娜不能孕育子嗣的消息 传遍整个王宫 长老们听到传闻 哈坎为了的女人甘愿放弃王位 所以组团开了个会议 竟煽动黑白两龙族谋反 更何况还有优秀的王妃为你们诞下龙嗣 还担心什么 纵龙瞬间明白所指的是加雷特 媳妇无法再怀孕 所以不能成为塔亚的王妃 而哈坎选择甘愿为她放弃王位 可族人却逼迫她抛弃路西娜 迎娶恶毒的加雷特 只因得知路西娜无法再孕育龙嗣 黑白俩龙族正计划着谋反 并且想办法让地牢里的加雷特复位 其他龙族就能和她诞下龙仔确保王位 因此图兰提议在他们出手之前 先和加雷特结婚 听此哈坎瞬间黑脸 让她抛弃路西娜 还不如亲手杀了加雷特平息动乱 可如果加雷特消失 不仅不能平息龙族之间的叛乱 最终两败俱伤 塔亚尔落入屠龙者手中 别说了 她情绪失控打断 并把图兰给赶出去 为了救自己而牺牲的哥哥 所以一定要守住塔亚尔 可以想起深爱的妻子就心痛万分 她那灿烂的笑容 以及他们曾经温馨的点点滴滴 无论是塔亚尔还是路西娜 对她来说都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 却残忍地让她在从中抉择 这边路西娜外出散步 从侍女口中得知令人震惊的消息 哈坎惊吓令放了加雷特 她失魂落魄呆愣住 胡思乱想现在自己已经没用 被抛弃了吗 怎么可能 我一个旁人都能感受到大王有多爱你 所以不要轻信那些谣言 还不如直接去问大王 可她没有勇气直接去问 心里害怕哈坎承认了怎么办 就在吉拉伊给她换钥匙 向她倾诉了烦恼 谎称这只是她朋友的故事 如果想要守住国家和王位 必须要和敌国的女人联姻 放弃自己心爱的女人 吉拉伊一听就明白她在说自己 如果是她当然会守护心爱之人 保护父亲王国的办法有很多 但没听过哪个君主放弃爱人后 还能重修于好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一直以来纠结的问题 终于寻找到答案 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 决定要去找露西娜谈一谈 来到别宫发现媳妇的眼睛红肿不堪 像是哭过 当作下就急忙告诉她自己的想法 只要你不介意 愿意和我一起离开台二吗 放下这令人厌倦的权利和名誉 王位和露西娜之间只能选一个 哈坎义无反顾选择了心爱之人 打算和她一起远走高飞 可我一起离开台二吧 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生活的地方 听此露西娜震惊的呆愣主 没想到哈坎会为了她 竟甘愿放弃王位和苦心经营的国家 时宜询问那台二怎么办 可台二相比 露西娜你更加重要 现在台二没有我也不会马上面亡 相信恢复神志的母亲 以及优秀的大臣们会经营好国家 所以希望你能相信我 哈坎没有立刻让她答复 留给她充足的时间考虑 她点了点头 承诺一周后给她答案 她牵起媳妇的小手 郑重承诺以后不会再让她一个人 即使离开这里也会让她每天开心幸福 说完申请吻上媳妇的手 然而他们的一举一动 正被隐藏暗处的密探监视着 第二天一早醒来 露西娜傻呼呼狂掐自己的脸 只是为了印证 昨天发生的一切是否在做梦 这时提提进来服侍 发现主子今天的心情比昨天好了许多 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您脸上写着幸福二字呀 主仆二人愉快说笑一阵 提提出去给她准备早餐 谁知这时房门被敲响 来源竟是图兰 只因听闻大王准备和露西娜一起离开塔亚尔 所以来找她的目的是 请您一个人悄悄走吧 她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只要大王离开 塔亚尔就会立马发生内乱 为了避免国家毁灭百姓流离失所 拜托您一定要离开塔亚尔 气氛沉默了一瞬 她觉得图兰说的对 塔亚尔确实不能没有哈坎 即使她独自离开 哈坎执意跟着的话怎么办 那就残忍一点不给大王留一线希望 对她说不爱她了 但她伤害哈坎 她根本做不到 普兰也不想伤害大王 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 她忍痛下定决心 一直以来都是哈坎保护她 现在由她为她做出选择 尽管舍不得离开她身边 但绝不能成为她前行路上的绊脚石